大家好 我們這一節這個下午就是 繁體中文AI開學時間計畫的成果分享 這個成果分享 上午場是比較像專題的主題 甚至一些產官學界 不同企業、不同學術 甚至在不同專案的經驗 來有點語談跟專題的分享 如果上午場有參與的朋友 大概也聽到說 其實好像滿多願景性的方向 或者怎麼去找路徑、開源的精神 怎麼在這些大學園模型的競爭中 發揮一定的角色 甚至最後還有談到 這個AI到底是末日派還是降臨派 我們要接受它還是趕快去圍堵它 會產生一些不好的影響 好那這是上午場的一些思辨 跟大家的分享 那下午場我們會聚焦在 謝謝 反體中文實踐計畫裡面有六組團隊 在過去五、六個月之間 他們針對自己所關心的議題 主題跟資料集的開發 做了滿多的突破跟階段成果 那我們就邀請這六組的團隊來分享 那我就待會一一會 每一個團隊都會有一些介紹時間 不過你是這六組團隊 你先舉個手 就藏在大家聽眾的旁邊 所以待會不同時間就會有不同的團隊上來分享 那在開始到第一個團隊之前呢 我這邊還是先介紹一下整個 繁體中文實踐計畫的 這個計畫的一些合作單位 那我們這個計畫是由 GNV揪衝團還有臨時小學校這兩個 一個工作小組來主辦 那贊助單位是 由它來做贊助的包含一些支持的經費 還有活動的籌辦經費等等 那合辦的單位有三個基金會 一個是開拓文教基金會 第二個是開放文化基金會 第三個是我們中文是說 國家保障基金會 有三個基金會 一起來協助行政上的合作 那今天也是跟整個Cost Hub的 2024的社群一整軌的小組 來做一個合辦 所以上午場的論壇 結合到下午場的六組團隊的經驗分享 那今天的活動呢 在大會你也會看到一個共筆 所以你可以進到大會的共筆 那共筆裡面有slido的提問網頁 那現在畫面上你看到有反白部分 就是slido的提問 那你也可以輸入代碼 代碼我口頭念一下 3272938 那在大家的右手邊 現場的右手邊 你會看到白板上有寫一下 你也可以在slido上面提問 那下午的議程會有六組團隊分享 那每一組團隊會有20分鐘 那20分鐘我們建議團隊是 可能分享12分鐘 那我們保留8分鐘來做QA的問答 那QA可以是現場提問 或者我們到時候看一下slido上面 那我們三組結束之後 會在2點10分左右休息一下 休息10分鐘 那接下來再有三組 那在3點半的時候 有點是一個綜合論壇 因為或許大家聽完不同的專案 不同的主題方向 或許有一些共通性的工作方向嗎 還是說疑問 那我們就保留大概半個小時 來做一個綜合討論 所以時間有點長 所以大家如果 我們三樓有飲料跟甜點 大會的準備 所以你真的不喜歡 你就到三樓去取用藥 或者自由的離開也都沒有問題 那我去外面看一下還有沒有人要進來 因為我本來這10分鐘是預留給大家 吃完飯慢慢進來 沒有 好 那接著我們就抓緊時間好了 三組 我先問一下 有沒有人要對這個專案 或整個計畫有一些提問 有嗎 有沒有好奇 那Brider Capital是什麼單位 怎麼會想要來 傑助大家做這種事情 我們政府都沒有這種計畫 可以補助申請 那我說明一下 這個Brider Capital是一個民間的單位 那主要的推動者 他也是希望台灣在語言資料上 有一些的急迫性 那比起在其他的語言語系 主流的語言語系來說 我們的語料值比較少 所以他這次補助各團隊呢 就希望把語料的資料 語言的資料 都把它製作出來 或整理出來 或開圓出來 所以每一個團隊他們都在HuggingFace的開圓平台上面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成果 在共筆這邊呢 你也會看到他們的每一個專案的成果 那還有包含他們當時提案的專案簡介 所以這個大概理念上是希望說民間之間 真的是有錢出錢 想要做事的團隊也有獲得資助 來一起把一些進度做一些推展 那是Ander在這個開圓的想法下 把它釋出出來 讓大家來做取用跟延伸應用 那我大概補充說明到這裡 那接下來我們會邀請第一個團隊 第一個團隊是台灣語言模型競技場 那這位團隊的分享者林彥廷先生呢 他是要在遠端的方式來做分享 彥廷你有在線上嗎 嘿有 那接下來就由你這邊來分享螢幕了 好 你準備好就可以直接開始 好太好了 那大家好我是林彥廷 不好意思今天沒有辦法實體參與大家的活動 那我會先報告一下我們大概有關於資料 或是我們為什麼我們這個整個的專案動機 那我們後來有開發一個平台 再請我在現場的夥伴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有開圓了一套前端的軟體 然後大家如何可以去改動它符合每個人的需求 好我們這個專案的名字就是語言模型競技場 那我們最初的時候setup一個網站 然後大家可以直接去Google Google這個網站 或是直接Google台灣語言模型競技場 或是TWTrapBar Arena 或是直接打網址都可以 那他做的事情非常簡單 就是讓使用者提問一個問題 然後左右兩邊模型來回答 那今天上午的Cua Cua還有高雄大學的教授 他有分享很多不一樣的Cua架構 其實也在做類似的事情 那我們這邊就是做得更單一一點點 就是讓民眾來打分 那他可以打分說 左邊跟右邊的模型哪一個比較好 他可以投票左邊投票右邊 或是兩個都很好 兩個都不好 那這一種 為什麼我們開圓資料 會特別做這種偏好的資料呢 第一個就是 語言模型在出場 通常最後一個階段 都是去微調偏好 因為大家如果熟知語言模型的開發的話 第一個階段就是 預訓鏈讓他看很多不同樣的文本 第二個階段就是指定微調 把它調成 會跟人家對話 第三個階段就是對話還不夠 還要符合大家的口味 那我們台灣在開發語言模型 資源相對比較少 我們很難去做到最前面 跟第一階段的東西 那如果我們可以 貢獻最後一個階段 偏好這邊的資料 供給大廠啊 比如說Google啊 Meta啊 等等的公司 來去了解我們台灣人的偏好 他們可能會把它拿 拿這些開我們這個開圓的資料 去應用在他們下一代的產品 那我們就不用去做訓 從頭到尾就是做訓練這個步驟 國外的東西 就會是符合我們台灣人的偏好 那我們這次總共蒐集了 大約3000多筆 台灣人的AB模型的打分 然後可以用來訓練自己的語言模型 那我們的語言模型 我自己是有開發語言模型 我們的語言模型叫做TWLM 那如果是完全沒有去做過 做回饋的學習的話 在中文對答多倫對答的表現的話 就如同這個表格的最左邊6.9分 那如果你使用這些強化學習 用回饋學習的方式的話 然後你針對英文的回饋 就是你針對英文的對話 去學習英文對話 怎樣講的比較好的話 你會提升一點點到7分 所以用英文來學習中文 是可以提升一點點的 但是如果你用簡體中文的回饋 來去學習的話 你會掉了非常多分 你會6.9分 會掉到6.1分 會掉了非常多 那如果你用我們這個收的資料集 來去做繁體中文的回饋的話 會比英文來的更好 就是達到了最高的7.2分 那我想這就是另外一個方面 從模型訓練的角度來顯示 我們這個專業案 開源資料的專案的重要性 就是你想要在台灣的中文的 台灣中文的多倫對話來的更流暢 大家更喜歡的話 那你就需要用繁中的回饋 來去做訓練 就是我們這個project 好 那我們這個project一樣都在 大家可以在這個HuggingFace AIGRAM的HuggingFace的帳號底下 來去搜集的檔 來去直接看到 那我們其中包含說 你要如何使用這個資料啊 那很多應該大部分的人 其實沒有要訓練模型 他只是想要知道 台灣的不同的使用者 進去一個 這種像是類似TradeGP網站 他會問什麼 那我想大家可能會對這個很有興趣 那我們你可以直接就是 利用這樣簡短的程式嗎 然後來去做你的資料分析啊 不管是語力分析啊 或是等等的分析 我們公告了蠻多的資料 包含著使用者的IP 所以同一個使用者問不同的問題 你可能也可以把它抓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你需要 如果你是比較進階的使用者 然後去訓練模型的話也可以 我們提供一個非常簡便的 這個 簡便的訓練檔案 那這是基於有一個叫 Exoloto的大型原模型 訓練的架構框架 那我們直接有公開了一個設定檔 那如果你已經有了GPU 你直接按照這些指定 一步一步來去執行的話 就可以開始訓練這個模型 那當然你不會 如果你是就是要訓練模型 一定是比較進階的使用者 你會有很多東西要微調 那這些這個檔案 你就可以自己去把它稍微改變 比如說你有很大的GPU 那你可以訓練更大的模型 你可以調整一些其他坦素 讓他訓練的更好或是更快 好但是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第14行這邊就是 運用我們這次開源的資料 好那這一次 今天主要比較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使用者通常都問什麼 那這個使用者都問什麼 這一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為你在開發語言模型的時候 你最後是要推出一個產品 給人家用 你如果知道這些 你的使用者會問什麼 你從頭的訓練資料 就要開始準備是什麼 那還有另外 這是第一個有趣的事情 對於模型開發 這個非常的重要 瞭解你的使用者 第二個的話就是 這個我們這一次的網站 是架載我們自己的網域 就是一個 arena.twm.com 它並不是架載 比如說像是 ChairGPT.com 或是Gemini.google.com 它是大家都可以 大家在心裡 使用者在心裡都會預設說 ChairGPT Google的 Gemini一定是比較好的 開源的話 相對會是比較不好的 所以其實大家問開源模型 跟私有的模型 你的問法會不一樣 尤其是在分布上會不一樣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圓柄圖 寫作跟Coding 分別只佔了10%跟10% 然後反倒是很多其他的問題 生活的問題 政治的問題 佔了很大度數 這跟我自己在了解到的是 差很多 尤其是比如說你 舉例來說 LAMA它是那種服務的模型 其實應該大部分它 Tier 1 就是最先支援的應該都是 Coding跟寫作 因為大部分使用者都會想要去問這些問題 但是我們從 從我們這個開源專案裡面 反應的是不一樣 大家想要挑戰這些開源模型 或是不一樣的模型 要去比較政治 或是一些在地化指示的反應 好 前三大主題 第一個就是台灣政治 不管是國內政治 或是國際的政治 再來就是一些打招呼 第二個其他雜項 基本上就是跟模型打招呼 閒聊 第三個就是問一些生活資訊 但很多都是跟台灣有關的生活資訊 我們來看一下不同的範例 好 第一個就是台灣是什麼 台灣跟中華民國 或是台灣是中國的等等 這種非常敏感的資訊 我想大家其實 因為前陣子有一個風潮 就是台灣這邊開發的語言模型 它的政治傾向 可能是大家不想看到 所以那陣子 還有包含我們這個網站 其實有經歷過總統大選 那陣子就非常多人在問 比如說總統候選人 或是總統當選人相關的問題 我想這就反映了出來 大家很想去挑戰模型的意識形態 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是測試型的問題 這就比較無聊一點 大家說你好啊 你幾歲了你是誰開發的等等 第三個類型就是問 他想知道 這些語言模型不是聽說跟人一樣嗎 那他就問說 比如說你住在台北 就問台北的資訊 你住在新竹高雄 你會問新竹高雄的資訊 或是一些食譜相關的生活資訊 這是民眾最喜歡問的三大小 接下來比較中等熱門的題目的話 大概就是有關城市 或是寫作 或是金融醫療等等 比如說寫作寫程式 那我自己是一個寫程式的開發者 所以我會很喜歡問很多寫程式的問題 至少問HPT很常我這樣問 那大家也一次一樣會問 開個模型的這樣問 當然還有很多人直接貼一個程式碼 直接貼到我們Arena上面問問題 那因為這邊 如果你秀程式碼就會比較不好看 所以我就沒有秀這種案例 但是大家可以在資料機裡面找到很多 好然後金融投資 那金融投資這些問的 這些其實是問的比較深度一點 比如說問金融工具 什麼加密貨地 或是什麼 那種Trading View 或是等等 那種城市交易的平台 也有很多人問說台積電現在 你知道台積電現在幾塊嗎 你知道台積電現在幾塊嗎 等等這種實施性問題 所以金融大家應該也是還蠻愛問的 大家都想要變得很富有這樣 好那健康醫療也是相對比較少 但是也是常常大家會需要問 測試模型的知識 這些健康醫療等等的 那我是覺得還蠻有趣的 因為至少我自己是比較少問語言模型 關於健康醫療的資訊 好最後一個文學創作 文學創作是我自己 就是自己在看使用者流量的時候 其實也蠻常看到的 比如說這些都是直接要模型去創作 有些人有些是要去寫詩啊 就是下一個點一篇文章 然後要不要把它轉變成什麼 四言絕句等等 好最後比較少見的 但是值得一提就是法律知識 那法律知識 因為法律知識還蠻特別的 因為這個法律知識在私有模型 比如ChairGPT或是 它其實答的並不是特別的好 相對於如果你台灣有針對台灣法律 去做優化語言模型的話 因為台灣的法律 可能國外比較難爬到 或他們目前沒有著重這個項目吧 所以我知道有蠻多 對法律科技有興趣的產業 那也對大模型很有興趣 那我想他們應該就貢獻了很多這些問題 好最後面我們這個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新的用戶共享平台 那我就交由在現場的同朋友 來幫我們分享一下我們開源在哪裡 那我們開源的程式 大家如何進行修改 微調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那當然我們有提供很方便的一鍵部署 你就可以部署自己的這些平台 在你自己的機器上面 好那大家如果想要測試的話 可以就是Google這兩個網址 arena.twm 就是有一個stage.twm 那大家都可以來去玩我們這些測試的網站 然後跟不同的模型來去做對話 好就前面的部分 我們就是團隊的介紹就先跳過 然後我們的網 我們的網頁是 基本上它進去之後會要求使用者登入 然後你可以用Google或者是Github帳號 登入之後 它會有四個tab 然後每個tab會分別做不同的事情 在chat的部分大概是 你就可以像兩個不同的大型語言模型 它現在是目前是屬於匿名的狀態 你會像這兩個匿名的模型提出你的問題 然後兩個模型會對你的問題做出回答 回答完之後你就 你的任務就是去判斷 請問A模型還是B模型的回答 會比較符合你自己的要求 然後你就可以在下方選擇 你覺得A表現較佳還是B表現較佳 你選完這個選項之後 它就會公佈這些模型的名稱 然後你看完模型的名稱之後 你可以選擇去編輯這些模型的輸出 就是你設想它要怎麼回答你 你會比較滿意這個狀況 編輯完之後它就會把我們的舊的回答 跟新的編輯後的回答都存到資料庫裡面去 在第二個tab的部分是關於Rating Rating這個部分就是 之前會有很多使用者已經編輯過之前的對話紀錄 然後這邊就會從資料庫裡面隨機撈一筆資料上來 然後你的任務就是去判斷 請問它修改前的比較符合你的要求 還是它修改後的比較符合你的要求 我們還需要收集更多使用者的那個意見 才可以判斷出到底是舊的或新的才是符合大多數人的 滿意的狀況 按下這個提交按鈕之後 它就會把它送到資料庫裡面去 第三個部分是關於dataset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有做出一個介面 就是方便使用者可以直接下載我們資料庫裡面 已經整理好了所有的資料 然後我們也做了上傳的功能 就是上傳使用者自己 目前是資源從OpenAI那邊拿到的對話紀錄 最後一個就是leaderboard的部分 它是使用ello rating這種方式來判斷哪一個模型的分數 是目前最高的 你就可以根據這個排行榜來看 目前哪個模型的表現是比較好 這邊是結果 不過我們剛剛已經把這些貼到共筆上面去 所以直接到那邊去看就可以了 這些是我們開發這個網頁使用到的套件 接下來是我在readme裡面套一個比較重要的東西來講 就是如果我們要加新的模型的話可以怎麼去修改 基本上通常一個模型它會要求 它會給你一個API key 然後你需要把它貼在你的environment的檔案裡面 就是大概是這個位子 紅色框起來的部分 貼完那些environment的key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到這個檔案去加入那些模型的名稱 然後基本上每個模型它會有一套官方的文件 它會指示你 請問要怎麼用這個模型去做streaming 你就必須參照它的使用守則的那部分來修改這個檔案裡面的回覆 同時你也可以在這個檔案裡面修改它的maximum token 或者是temperature這些資料 然後接下來是資料結構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應該不太需要講 好 就大概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進到QA的時間 大家對於這個專案的分享內容有什麼問題 Side上有嗎 有嗎 那我來會 我幫他重複一下 就剛才有一位聽眾提供的 提到三千筆資料在哪裡怎麼使用嗎 是嗎 OK 就是 所以基本上我們有一個 來 我重複一下 因為那個要麥克風 就是剛剛三千筆的資料來源是什麼 然後怎麼產出來的這樣子 就我們有一個舊的網站 然後它 那個舊的網站是已經先蒐集一段時間的資料了 然後它目前的 它目前的資料是放在huggingface上面 就這裡有個連結 對 就我們新的網站有改善一些 優化一些舊晚飯的缺點 比如說載入速度太慢之類的 好 但因為我們新的網站才剛 落成第一個出版的初步的版本 所以目前 主要蒐集到的資料會是 以剛剛的那個聯體選長 它那邊用的那個網站為主 但我們之後會 把我們目前新做的這個網站 當成主要來蒐集資料的平台這樣 還有朋友有問題嗎 還有朋友有問題嗎 有嗎 然後你們覺得有一個改善的東西 目前有一個想法就是 主要是動機的部分 就為什麼使用者會願意用你這個 用這個平台來進行標註嗎 因為它並沒有獲得任何好處 但 目前我們想到的方式是透過一些獎勵的方式 來促進使用者使用 因為 像是GPT4這些東西是要錢的 但如果我們能夠 以這個為代價 讓他們有使用GPT4的機會 會不會這樣會比較 激勵他們去使用這個平台 不過這些還在初步設想的階段 我可以稍微補充一下 不知道大家聽得到我嗎 哈囉 聽得到我嗎 可以 好 對我剛剛講的沒錯 使用者誘因要使用者這個平台 其實很重要的 第一個是我們幫大家付的GPT4 等等這些成本 API的成本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比如說LAMA 它出來推出了3.1 它有一個405B的版本 實際上雖然它是開源模型 每一個人都可以用 但是其實你很難找到有網站 願意幫你host 405B這麼大的模型 那我們後續就希望說 因為我們有 比如說推論模型 推論GPU的贊助 合作的夥伴 所以我們之後希望 host越來越多的這種大的模型 讓大家可以免費 直接去使用這種405B 這種大小的模型 非常巨大的模型 那相信只如果大家想要說 要用大模型 就想到可以去用我們網站去用的話 那這就是我想 之後一個主要大家會使用我們模型的誘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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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接著歡迎下一組 好 那大家好 我們是LegalMind的智慧法律諮詢系統 那我是陳瑞德 然後 這位是李偉傑 然後這位是吳柏仙 那我們今天會大概從四個方面去切入 那第一個就是會做一些基本介紹 就是陳瑞德的背景 以及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 以及我們希望它能夠帶來的效益是什麼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具體的專案內容 跟我們的模型架構 那會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這樣 那再來就是比較重要的是 呃這次就是開源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要Find2資料集嘛 以及我們去怎麼去產生這個Find2資料集 以及那這個資料集到底可不可以用 它的效果怎麼樣 然後再來就是最後會有一個 IG的系統的demo這樣子 那這邊就快速帶過腳了 呃 李偉結束我們的專案管理 跟模型訓練的那個提案人 然後 我們就會負責 評比任務的規劃跟 資料的整合 那我就是負責系統的建構跟網站維護 那我們另外 一名成員他是法律系的 然後 是負責提供給我們一些法律相關的意見 這樣子 那 這邊快速的 做一個簡短的我們的 摘要 那我們這個是一個 以司法院公開文件 做一個基礎訓練的大型語言模型 然後 希望這個模型呢 能夠是可以回答法律相關問題 那 但是因為法律相關問題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其實 在這個內容裡面聚焦的是在 呃 勞 高知真意訴訟案件的推薦系統 那等一下也會demo給大家看 然後 再來就是 剛剛提到的那個推薦任務 就是我們評測 這個大型語言模型 它表現好不好的一個 Benchmark 再來就是 我們會把這個 系統整合我們的推薦跟 RG系統 然後等一下做一個demo 那我們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讓 一般的使用者跟法律的從業人員都可以 因為這個系統 得到一些幫助 那我們之後 會再繼續 那再來就是 動機的部分 因為 其實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很多新聞 就是 說現在法院法官檢察官他們的 就是 工作壓力非常的大 然後 我們也可以從數據上面看到說 這個案件的收結件數 都是 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這樣子 這個是從司法院的統計資料抓出來的 大家也可以去 那個網址看一下 那 以及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新聞就是 有司法官親身的一些案例 就是因為工作壓力比較大 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這個專案可以帶來的貢獻 從兩個 兩個地方可以來切入 第一個就是我們希望可以 提升法律從業人的工作效率 不管是 律師或是法官或是檢察官這樣 然後可以透過這個類案系統來 得到一些 呃 不一樣的資訊來源 以及 做 做看一下別人怎麼判 判案或是 提供 一般的使用者可以拿到一些 呃 類似案件然後去拉近 一般使用者與法律的距離 以及就是它可以減輕 在 法律 需要法律協助的時候的溝通成本 這樣子 那下面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 開源資料都會 把我們的模型公開 然後還有 以及我們訓練資料集 跟這個 資料集產生的方式 那首先就是 進 進到我們的專案內容了 那第一個就是剛剛講到的那個 推薦系統 那我們這邊採用的是一個 呃 深度學學的模型 但我們還有 不一樣的版本 那這是其中一個版本 那我這邊 介紹一下就是 呃 不好意思 就是 我們會有兩個案件嘛 一個是 XA跟XB 然後我們會從 這個案件裡面 戳出它的真點 那這個真值事項呢 就是會有 法院它本身 裁判書裡面 就會有的法律整點 以及我們 透過另外一種機制 去用大學員模型 抽出的版本 那這邊等一下會再詳細解釋 然後我們得到這個 真點之後呢 就進行了預處理 然後把它用成一個 image的形式 然後進入一個 深度學習的模型 做 這兩個案件是否 類似與不類似的判斷 或者是我們後面可以 改變它的 那個layer 變成說 它可以給我們一個 sigmoid的分數 變成是 相似的程度有多少 再講到 剛剛真點抽取的部分 那真點抽取 真點就是 在一個裁判書裡面 它會有 申請人主張 跟相對人主張 那我們會 把它做summary之後呢 整理出它的 條例式要點 再從要點裡面去抽 抽出它的真點 這個是剛剛提到 我們如果用大型原模型 來做抽真點這件事的 一個機制 那 用不同的 llm來做 真點抽取之後 我們就可以有 法院既有的 就是它裁判書上面 已經有的光處 當作光處 然後以及我們 llm的部分 是做我們的 比較這樣 那本來的fine2資料 是用在 我們現在的版本 是勞資爭議的 那我們因為為了想要 讓它有 在不同的 按油上面 也可以有一個拓展性 就是說 可以做跨按油的 跨按油的實驗 所以我們現在 也有把詐欺的 一些案件放進去 當作fine2資料 這樣子 那我們之後 就是透過我們 呃 在摘要的部分 透過 我們用fine2的 評比分數來判斷說 這個詐欺到底抽著 好不好 這樣子 那我們fine2資料集的來源 就是會有 呃 上面 大家上面看到的那三個 那這邊的重點是 我們自己產生的資料 是有兩種 那第一種就是 相似性的組合資料 然後這個是否 勞資爭議案件 那第二個是 摘要的資料 就是來自 詐欺的刑事案件 那我們相似性的組合資料 這個過程還蠻複雜的 等一下我會詳細講一下 就是它是透過分群技術 去找出相似 與不相似的案件敘述 那這邊用的主要是 增典 然後我們會取 各5萬筆相似 跟不相似的配合 然後組成我們的 training data 那摘要的部分 就是從 裁判書裡面結出 與事實 的事實段落 就是有分 事實預留都有 那我們就取出 事實段落 然後用 呃 找出跟犯罪情節相關的部分 然後做 GPT4的摘要 這樣子 那相似性的組合 資料的過程 我這邊快速帶一下 就是說我們第一個 當然先做 embedding嘛 然後我們把我們 手中資料的真點句 去把 一些比較 極端值 就是離群句 比較 就比較離群句的 排除資料之後 還有三千多句 然後從這三千多句去 平衡抽象出 它的相似與不相似的組合 譬如說 它在同一個群裡面 就代表我們認為 它是比較 比較相似的組合 這樣 然後 這邊是一個範例 兩個範例 第一個範例就是 呃 關於勞動契約的 pair 那第一句就是 呃 直接看上面好了 就是說 這兩個都是關於勞動契約的 一個真點 然後我們就會標 標示它是1 因為就代表它是比較相似的 那 下面的這兩 這兩個就是一個是 禁業條款的 跟業點費 那現在這兩個 真點就是比較不相似的 那我們就會變成0 那摘要資料就是 單純就是 呃 把適時段都抽取出來 然後做GPT4的摘要 這樣子 那最後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用ROG1來 做評測的話 可以發現我們的 Py2資料在 LAMA3本來是 呃 大家看上面這邊 那經過我們Py2之後 就可以 跟GPT3.5有 呃 可以超越一點 GPT3.5這樣子 就是證明說我們的 Py2資料在 如果 在勞速按鍵 跟炸吸按鍵上面 都有 呃 都是有用的這樣子 那我們 接下來會demo一下 RIG的部分 那第一個就是 我現在講一下 我們RIG的內容 那我們就是用 FACES的文本 文本項量庫 然後把我們 Embedding的 那些項量放到 這個FACES的項量庫裡面 然後 Embedder就是用 我們Py2過的 Sentance Bird 再來是 套件的話就是用 entrine跟FACES這樣 然後我們的大型原本項量 就是 FACES的LAMA3 好 那你要demo DEMO嗎 對對對 那我現在 DEMO一下那個 DEMO一下那個 DEMO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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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邊看 喔好 後面嗎 然後你把它定大一點 comment膠 我覺得好糊喔 comment膠 嗯 欸 不是這太大了 好 好 這樣可以嗎 可以 放去 你做你的 我先把它出去 這樣太大了 太大了 你在幹嘛 不要不要 你不要放開 這樣看得到嗎 線上有沒有看到嗎 怎麼放大一點 那這個就是用KUWA 稍微做了一下子 就是它的那個 它的 那個 這是用KUWA做的 RAG的一個template 然後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 去後面接我們fine team玩的模型 然後做 類案還有災藥的分析 然後就是 我們給了一個 跟詐欺有關的 呃...事實段落 然後我們要求呢 他這樣去 進一步的 做栽藥 然後去找他的類案 對 然後所以他下面就會列出 我們在 RAG後面Database裡面 有的案子裡面 他絕對相似的 就是根據 前面fesis 的向量對比 然後他自己講說 就是這些也是一些 他的summary 然後他就拿summary去對比 然後 附上他的案有 對 然後 他後面這邊 甚至可以去看到說 他會講說 共通點是哪些 這樣 把他反擺起來 這可以反擺嗎 好那大家看一下 就是滑鼠這邊 他會大概列一下說 他覺得相似的有哪些點 例如說犯罪的手法 這個有點小 看一下 他會說都跟 銀行帳戶或者是 就是 被害者直接把自己的帳號 當人頭賣給 詐騙集團 對 他說這是他覺得 犯罪手法相似的點 然後 不確定故意就是 被害者會覺得 你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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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被害者 他在提供的時候 他可能是 明知道這件事 會被當人頭 但他還是這樣做 對 就是意思說 他給的類案 以及他分析這個案子的 摘要內容 都覺得他們是 做帳戶的人頭 做詐騙集團的人頭 然後協助洗錢 這件事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 有沒有另外一個老鼠 老鼠 那 好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們 對嗎 如果會有大家有問題 可以再當我們討論 謝謝 先收集一下 在場還有一個 提問 廣告 你把這個放掉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多剩一分鐘 都剩一分鐘 還要 都會亂到我 我想說 反正一分鐘也 滿夠的 我想說你不是有問嗎 有阿 有問 但沒有方向 可以問喔 你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剛才看說 你的那個訓練的資料 有十萬筆 就是判決數 但是我 據我知道 因為司法院的網站 雖然它是公開的 但是它似乎並不允許Crawler去爬 那你們是怎麼取得這10萬筆資料的 不是 呃 它是不是有PIA 它有 它其實有提供一個 那什麼 公開資料平台 它可以下載它的裁判書 對 司法院開放資料平台 它可以下載它的裁判書 然後我們把那個裁判書拿來 我們把裡面的徵典具的段落 自己用一些前處理方式把它抽出來 反正我們有幫你們抽好 對 我們那個資料後來放好 所以你們不用再做這些前處理的東西 那你可以自己做 如果我們抽的不好的話 它那個司法院有在開放資料平台上面 提供1996年到 就是最近是2024年的4月 然後它是RAR的壓縮檔 然後裡面就有各個地方的 不管是一級一省法院 就是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跟最高法院的裁判書都有在裡面 然後它裡面的資料格式是傑森檔 然後就會有裁判書的各式的相關的 執行檔裡面這樣子 不好意思 我問的是比較技術性的 就是那個 RAR的話 Paper上面這個很多它評測的一些 像Long-Train嘛 它評測的一些正確率 都滿低的 然後我使用上的經驗也是這樣子 那你怎麼知道你用這個 RAR出來的這個結果 算好還是不好 這個好壞很難去評估 就我們有請那個法律系的大學生寫著標記了 就是相似不相似的一些 RTable的一些 Pair這樣子 對 實際的DataSea是完美的 但是你調出來的時候 RIG調出來的時候 Long-Train去搜尋的時候 比對那個向量庫的 那個Embedded的向量的時候 它會有 會有錯誤率 對 我們有特別訓練那個Embedded 對 然後就是我們有事後去教練說 它推薦的內容有沒有前幾名是包含在我們 人工L-Train的Pair裡面 就是如果人工L-Train的Pair就是它覺得相似的 有存在REG裡面的前幾名 我們就認為這樣的效果是對的 推薦結果裡面有HEAP到的話 就在想說 對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它推薦的結果就是錯的 這是有可能的嗎 有可能啊 有可能 這一定有可能 對 但是 如果有提供暗號的話 我們就可以回推去真的找到那個暗號 看一下它原文的內容是什麼 如果它的暗號不是胡蘭號 對 所以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但我目前測的暗號 它的按鍵號嘛 應該都是對的 對 黃毅幫我看一下SIDO上面 有問題 好好 那我們看一下SIDO上面的提問 看一下SIDO上面的提問 要 好 摘要是用什麼模型生成的 對 那我口頭唸一下給念給現場的朋友 你們準備一下 請問摘要是用什麼樣的模型生成 如果不是用自己訓練的模型 怎麼知道摘要出來的內容有中華民國的法律知識呢 這個是好問題 這其實 其實我們第一步的 FINITUM資料的摘要 我們是用GE4去協助產生的 然後我們用類似遷移訓練的方法 來改善我們自己MODEL的摘要能力 對 然後最後效果是 它去對上 呃原文的RUG 就是ROG是比較高 相對高的 我們就認為它好像有遷移訓練到 但能不能保問它們有沒有包含中華民國的法律知識 這個還要再驗證一下 對 那我就再補問一問 目前的階段到 呃未來 因為你剛才提到法律的領域或判決的類型 未來你們有沒有什麼 如果這個你覺得是 可以往下做的方式的話 未來的願景有沒有什麼方向 或分享一下 我們期望是可以跨暗遊到不同的暗遊 但我目前有測過就是在不增加新的 Findtune Data 就同暗遊的Findtune Data的情況下 它的效果會 就是太著重於它既有的 已經Findtune過的暗遊 就是它面向會被 它自己的Findtune資料給某種程度上局限住 所以可能還是要 This Bootstrip 這樣子一步一步的增加 對應暗遊 才可以讓它擴增 越來越擴增 對 要擴大我們的資料期這種感覺 對 就是假設你有對應的需求 你可能就要先 有一小筆這樣的摘要的資料 然後去Findtune我們這個模型 然後 或是混入我們提供的那個Miss Data裡面 然後 去重新Findtune一次 然後 進一步讓它有更好的 視野嗎 應該這樣講 就像LilowShot大概是不太可行 但FuShot還有希望這樣子 那有沒有什麼法官或就是法律從業者用了之後的經驗有沒有什麼回饋 我們只有提供給相關系所的同學 或者是 我記得好像合法官有看過嗎 合法官我不知道 喔好 律師 那就可能律師吧 對 律師或者是一些同學 有看過 然後大概就是給一下評價 他們是覺得說 就是可能跟3.5都是差不多 但是跟4還是差的蠻遠 就是FuShot現在有點太好了 就好像大家都贏不了 對 所以 這是可以按努力的方向 對 就是另外一個部分是 為什麼我想要去做這個 是因為司法部跟法務部那邊都覺得說 呃 比如說你自己的樹狀 或者是 一些案件的內容 他們不希望要放到 比如說OpenAI的GPT模型裡面 畢竟它那個是 上雲的 就是他們 資料會傳到他們那邊取的 所以如果 基於一些隱私或者是 資料的封閉性的話 他們不會希望說 他們還是希望自己 可以有一個Local的Model 在他們自己的 機房裡面 不管是司法院還是法務部這樣子 因為主要就是 他們不想讓這些 比如說樹狀啊 什麼案件的內容 放到 OpenAI那邊 或其他的 其他的Server上這樣 所以還是有必要發展一下 我們Local的Model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再掌聲感謝 這一個團隊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請下一個團隊 來做準備 好 那個 剛好上一 上一場 跟我這一場 是有 在技術上有高度相關 那所以我可以 大概回答一下 那個 上一組的一個痛點 第一個就是那個 RIG的缺點就是 因為它在製作過程中 它會chunk 會把很長的紋本 切成一小段一小段 它不能保證每一段每一段 剛好切到剛剛好 所以就造成了每一段 都是片段片段的一個訊息 然後它切了它後面的時候 前面的第一塊跟最後一塊 它離得太遠 上下紋它是沒有辦法關連起來 所以RIG有一個缺點 那我今天這個PPT就是 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它說這個 NAMA 你們是用NAMA 對不對 那其實 其實我用的是NAMA 3.1 3.1的70 billion 跟405 billion 它的這個評測其實是 是比這個 是比這個 Chair GPT-O 4O Chair GPT-O 是不上下的 所以基本上 它是 我覺得效果還不錯 沒有什麼幻覺 那如果你是70 billion以下的 像是 今天接觸到的很多 18 billion 13 billion 那個我都有試過 那個都有幻覺 所以是很難用 所以 如果你真的 真的要跟這個 這個 open AI 我們叫close AI open AI就是close AI 跟這些去PK的話 大概NAMA 3 70 billion以上的 就有機會了 這個是 我 這個 回答的第二個 就是 你的性能上面提升 可能你的這個 母型要夠大 好 那我這個 我這個主題是 健康促進醫療 因為我 我本身是 亞洲大學的老師 那 我們 隔壁 就是走路過去 就是 亞大副醫 那我們 我們 我們有跟這個 醫院呢 會有很緊密的合作 所以 我們關心 亞洲大學 關心這個 健康醫療 精準健康 還有一些 健康促進的 一些 研究 是 我們有放很多的這個 資源在上面 那所以呢 我對這個 我本身也是 亞洲大學的這個 精準健康研究中心的組長 所以 我提這個題目的 動機是這樣子 就希望能夠 透過這個案子 來提升這個 台灣比較弱的這一塊 數據 數據集 那 這個 其中 之前也是按照這個 這個online 只是說 我們現在就 有多了這個成果展示 跟未來規劃 那目標呢 其實都不變 目標不變 目標 那方法 在之前有提過 但是這邊有小修一下 那目標當然就是 希望能夠持續的 能夠為這個台灣的這個 繁體中文的健康 醫療相關的資料集 做出一些 這個開源的貢獻 那短期目標當然就是 5萬筆這個高品質的這個 醫療健康數據 那這個數據比較辛苦 不像它那個RAR 就壓縮出來 那個瞬間就可以完成 我們這個是到全台灣 3萬多所的醫療院所的網站 去爬蟲下來的 所以我們這個很辛苦 所以我們目前當然有達標 這5萬筆 但是這個5萬筆 都是很高質量的訓練集 你可以在這個網址 就是這個geek page上面去看 那我們之前有做一些進度的報告 跟這個承辦單位 那麼他們也是覺得 是我們的品質是蠻高的 這數據其實蠻高的 那因為等一下會講原因 所以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我們的來源就是 3萬233個這個醫療院所的網址 他們的官網 那去找到衛教的資訊爬蟲下來 那這部分當然就是 就是要寫很多程式 就是要爬這些資料 那麼這些資料爬下來之後 要怎麼變成這個高頻率的數據 那還有很遠的一段距離 因為你爬下來資料會很多noise 那麼這之前有秀過 就是這個 這個醫療院所清單那個 隨時都在更新 不是隨時啦 就是說我們現在 之前撈下來的跟現在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應該差不多啦 那麼要做這個爬蟲 一定要先找到它的這個 root的這個 就是它的網域 那從這個下面去爬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網址是怎麼來的 也是爬下來的 這個網址也是爬下來的 這個網址也是爬下來的 就我們給A欄的這個 醫療院所 然後這個爬出這個UIL OK 好 那麼這個部分呢 你在爬的時候你就會知道 這個Data就屬於這三類 文字 要嘛就是PDF 要嘛就是多媒體 那這多媒體 這個我們還在規劃中 因為多摩泰現在已經 進入到這個影片了 那我現在的研究也就在 很快就會在這個地方呢 會有所突破 就是在影片的部分 那目前呢 我做很多這個多摩泰就是圖片的 醫療的 那是跟醫院合作 那個是X光片啊什麼那些 那是不能夠外流的 但是 起碼我們現在這個案子做的 這個文字跟這個PDF是 可以公開 好 那如果你拿到的是PDF 你爬下來的是PDF的話 你可以經過Maker 就轉出了這個文字檔 這個Images 那這個只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所以 這個Maker他還不錯啦 不用錢 那 也可以全自動化 那這個圖片呢 這個圖片是可以 對應到這個 他的文字檔 所以可以用來訓練多摩泰的 大圓模型 好 那麼這個 在其中的時候有講過 就是我們那時候是 這樣處理的 爬下來之後會很多 有的沒有的雜訊 那麼經過這個NAMA 那時候是NAMA3 3.1還沒出來 NAMA3 那就做了一個FindTune 那這中間要經過很多的前處理 那最後會得到這個Excel這個表 這個就是我們FindTune的結果 我們會有一個reference的UIL 就是確保這個資料呢 是有可以追溯到源頭 然後最後呢我們會 所以有人工來確認這個資料是對的 好 那麼我們有把這個成果 已經上傳到這邊 那這個地方 等一下我們會進來看一下 就是因為那個 成本單位他有要求說要寫一個這個Data Set Data Card 就是說一些說明 好 那麼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在其中時候有講了一些 我們處理的一些程序 但是有一個部分就是需要人工的地方真的是不太 人力是最貴的 而且人的時間真的有限 所以這個部分有一些步驟我們其實就停了 那不管怎麼樣呢 我們這整個流程大概5%的能力 95%的這個程式自動化 那5%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那5% 你的資料呢 的quality就是95% 所以那人呢 讓這個整個資料變成100分 所以 所以那個人的佔比是很重要的 好 那麼這個部分呢 就是應用的一個建議 比如說你可以做APP 然後可以給民眾使用 那你也可以做研究分析 可以在社區上面 你也可以做這個心理方面的健康的知識 比如聊天機器人 這些都可以 你還可以結合穿戴裝飾 為什麼我會講到穿戴裝飾 是因為 跟亞大副醫 或者中國副醫的研究裡面 就我們就用那個 智慧手腕去量那個生理數據 然後也是有這些畫面的data 如果說你今天 你今天 你今天這些APP 那可以 可以抓到你的數據 那可以得到的一個健康的資訊 會更精準 OK 好 那麼這時候呢 因為我們快接近這個成果展 成果今天的發表會 所以在前幾天嘛 這個LAMA 3.1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用LAMA 3.1 那目前有做兩個 一個是FindTune 一個是這個Graph Reg 那Graph Reg 它基本上測試的結果 大概它是接近滿分的 也就是說它不會Loss 沒有傳統Reg的問題 如果Graph Reg是40分 它是接近滿分的 但是它也有缺點 有缺點 那FindTune的話呢 我是用這個RTX A6000去跑 那A6000我有 A6000我有 本來有13張這種卡 我有13張 那目前呢 還有11張可以用 就是如果各位有興趣 去做這個FindTune的話 那可能要準備好一點的卡 或者是Collab 用Collab 那麼 我們的這個模型呢 是使用這個Unsells的這個模型 那這邊有網址也可以自己下載 OK 那麼我們做這個Reg呢 Graph Reg呢 我們是用LAMA 3.1的405 billion 好 那麼這個部分呢 有一些是教學的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用這個Data 我們現在上傳上去的Data 好 那這邊有一個簡短的一個範例 然後FindTune的時候 我們是用LOLA LOLA的技術 那看起來就是我們GPU其實 HVM就是已經吃到接近已經快吃完了 就是這個RDSL6000 因為剛好就是它的極限嘛 70 billion NAMA 3.1 好 那麼這個推論結果 跟我們的訓練Data其實是很接近的 因為我們LOS沒有訓練到 就是趨近於0 我們大概是LOS會訓練到大概0.0多 那麼問的問題這個脾炎 這個過敏性脾炎 因為我有過敏性脾炎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來測 那麼這個是Graph Graph的這個問題就是它訓練時間很長 好 因為那我們時間到了 就是說看有沒有有沒有那個其他的問題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啦 就是說時間到了 那現場有沒有朋友要提問 那現場有沒有朋友要提問 有沒有看一下他的slide 有嗎 好 請問那個老師你們用Graph 他的成本如何 嗨 這個就是大家精心計較的 用這個 好 那個 首先這個 這位先生他真的講到重點 怎麼樣呢 才能把你的成本降到最低 我用的 我為什麼要降到最低 就是 因為你用GPT4O Mini 或者是U4O 那 我有去測過 那很燒錢 然後所以我就把那個 大語模型呢 換成這個 那個NAMA 那個NAMA 3.1 4.5 billion 所以那部分就錢就省下來了 但是你還是 有一個 有一筆錢就是 embedded model 你是省不了 但是那個幾乎 不算錢 所以 因為他很便宜 真的 就是你整個處理下來 大概可能 可能 不到50塊 新台幣 就是這個5萬筆 那 但是呢 因為 TrackGPT4O 有個優勢就是 如果你用自己的本地模型 我們現在是用自己的本地模型 你可能要跑個 20天 我們有估過 大概要跑20天 但是如果你 你用那個 TrackGPT4O的話呢 有可能 兩天 一天 但是你想要 你知道跑TrackGPT4O 你跑一天 你看多少錢 所以我們這個是 幾乎免費 大概 大概大概是這樣的 下課 還有嗎 好奇問一下 就是那個 參數的設定 就是例如說 Token Size 你是維持原本的嗎 Input Token Size 就 Input Output Token Size 你是維持 LAMA 3.1 原本的嗎 還是你有在設定 然後還有 Findtune的資料的 分佈大概是 是跟你 丟上去那一筆的 分佈完全一樣嗎 就是 Token長度 對 對 Token的 你講的是 Findtune嗎 對 因為那個 Findtune的話 你那個 Token的話 一般就是 我們Findtune完之後的 輸出 如果你設的 Token 太小 它 輸出來的長度 會被卡掉 對 所以我都設 我大概都設800 那 Input的話 Input的話 就是看你這個模型 那我們這個是 那麼 這是128K 128K 所以 基本上 小的 小的 小一本的書 就進去了 所以這沒問題 大概是這樣子 你說 你說 你用的是 LORA 然後去Findtune 70b 70b 你有做 Q-LORA嗎 這個就是 Q-LORA 大概到多少 4b 對 所以你上面推論的時候 也是用4b 對對對 但是 我可以跟你講 它幻覺 的程度 很低 所以是可以用的 對對 但是重點在 那個70b 我想問一下 那個pdf 那個 用那個 Maker 它可以 它是什麼 論文格式 都可以 正確解讀嗎 Pdf 藍的地方 就是上面有圖表 有圖片 有的沒有的 對不對 那麼它的這個技術 就是先把那些 不是文字的 先分割下來 所以 你只要 這個是 譬如說 是 正常的 有做編輯過 然後轉成pdf的 它是 非常正確的 但是它那個 突變的切割 會有一些 失誤啦 會有一些 圖是切錯了 會 對 它那個圖表切下來 會給它一個編號 那麼它的內文 它會有個文檔 這個文檔還會 跟那個編號是 對應上的 會有個那個地方 所以它 這個東西 是好東西 真的 我來幫線上的夥伴提問 我來幫線上的夥伴提問 這個要怎麼切到線 不要緊 請問刪除重複 重複烈時判斷重複的依據是什麼 怎麼決定留下的資料是哪一筆 假設多個醫療院所都有過敏性鼻炎的資料的時候 我們在做這個資料的清洗 不是用人去做 我們是用程式去判斷 譬如說 你這一個資料 你這個資料的 那個 instruction input跟output 其實跟另外一個是很相似的 我們會幹掉 所以 我們怎麼幹掉呢 我們怎麼判斷呢 我們是用大元模型 所以我們 基本上就是 我們會判斷 每一個的 每一列的data的相似度 跟其他 所有 跟這個文化別的其他所有 做相似度的比對 然後再決定 這個是要留還是要散 OK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好了 比較偏應用面的 想問問看 老師 因為畢竟有跟實際的醫院合作 有沒有什麼 不只是這個project 是比較 AI在醫療運用上的 你覺得 AI在醫療上 醫生是 醫生是 老大嘛 醫生說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所以我們 我們在醫療上面 這個 因為我有說 醫生當這個博士班的 那個 研究 博士生 所以剛好他就提 他的題目 就是 腎臟腫瘤的 這個 良惡性的 這個 那我們IRB什麼 那些都要 都還是 都要做 就是 那他為什麼要提這個題目 因為他 他本身就是癌科的 這個 主治醫師 下課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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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醫生 醫生他 有他的痛點 他就提出他的需求 那他的需求 就是很簡單 就是 不是很簡單啦 就是 患者他 要去判斷自己 有沒有 這個 這個癌 癌細胞 這個腫瘤 是不是良性惡性 不管他是不是良性惡性 不管他是什麼病 他會去拍超音波 所以超音波是 影像是一定會做的 那 做了超音波之後呢 因為我們 我們 我們是 研究腎臟 那所以呢 我們就腎臟超音波 跟這個 他的光觸使 就是這個 這個腎臟腫瘤 的良惡性 還有這個腎臟的大小 等等資訊 我們是用來 微調這個 多摩泰的大雨模型 多摩泰的大雨模型 我們是使用LAMA 一樣是使用LAMA 那時候是使用LAMA2 那我們調完之後呢 那個 那個結果是非常驚人 因為這個LAMA2 他本身是有醫療背景 他 他 當初這個LAMA2 我們是選Dr.GPT LAMA2有很多版本 那我們選Dr.GPT 他會從 這個醫療的這個 這個背景知識 醫療的這個專業的 這個 方式 去跟醫生講 他是怎麼判斷 這個 腫瘤的 然後他怎麼知道 這個腫瘤是良性還是惡性 可能是跟他的這個輪廓啊 什麼那些等等的 所以 基本上 大雨模型 他 不是只有給Yes或No 或者是這是第一類 這是第二類 而是他會給 他為什麼這樣判斷 那麼 這個對醫生來講 就很有用了 他會覺得說 你到底是幻覺還是 無說八道 因為他會給理由 那我們的正確率 我印象中是Sensitivity 是Sensitivity跟這個 Specific 都是 九成以上 那Sensitivity也特別高 大概可能九成五 我們有投稿 也有 我們有投稿 那也有參加這個 AMD的比賽 那時候我們是用 AMD GPU去 FindTune的 這AMD FindTune AMD GPU 用AMD GPU 去做這種事情 大雨模型 這個事情 很少 因為我們要參加那個 AMD的比賽 所以用那個來做 所以 那個應用呢 就是 我們這個 這個資料的應用 大概是面對 這個 民眾嘛 但是實際上 醫院那邊 是 直接是醫生說什麼 我們就幫他做 對 那我們這一節也到這邊 我們再次感謝 老師的分享 那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下一節還有三個團隊 那我們休息十分鐘 再請大家回來 我們接下來 會還有三組的團隊要分享 那我現在很快口頭提一下 第一個是 建制定期更新的 立委發言觀測版 跟政治的實事資料集 那接下來一個呢 會是台灣AI教學的 共創實驗室 那 還有一個會是 台語的自動分詞 跟磁性標記系統 依序跟剛才的這個流程 是一樣的 每一個團隊會有20分鐘 那也包含QA的時間 那我們接下來就邀請 這個立委儀標版 這一個專案的團隊來分享 大家好 喂 有聲音嗎 這樣子有 好 OK 大家好 然後這個專案其實是 報導者 就是一個台灣的非營利媒體 然後還有專注在 國會資料開放的公司 叫Open公司 我們一起合作提的一個專案 好 那一開始先跟大家分享說 就是這個專案到底是 為什麼會有 就是為什麼會發想出來 就是其實 大家應該知道這個是 幾個月前的畫面 就是國會改革引發的 就是立法院的 全角相向的畫面這樣子 然後這件事情其實很常被看到 然後電視也很常報導 然後有一天我跟我媽在 看這個畫面 看這個電視新聞的時候 然後我媽就問說 欸 那我們家立委 打架有沒有打贏啊 那除了打架之外 他還有做了什麼 然後就當下我就覺得 我跟 我覺得我在跟我媽 解釋這個法案的過程中 就是大部分時候 其實會很像這樣 就是我們透過一個 非常小的觀景窗 去看我們選出來的名義代表 他在這段時間到底做了什麼 可是他具體來說 究竟在我關注的議題上 他有沒有發生 或者是他究竟在 比如說在國會改革的這個事件裡面 他的戰的立場跟我一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都是可以去做探索 然後我也希望說就是會有一個產品 可以讓大家在選前 不要就是不是只單獨的透過電視的某一個新聞去認識自己家的名義代表 而是可以透過用AI還有數據的輔助去直接縱觀他過去四年關注的議題 或者是他的表現是怎麼樣的 然後我希望這個產品他對於不管是有沒有 不管是有沒有資訊科學的背景 或者是有沒有對政治的理解 其實都可以很好的吸收 然後這件事情是低門檻的 然後我們也會幫他們統整歸納起來 所以2024年年初的時候 報導者就做了一個專題 是用LDA 就是比較傳統的AI 去針對立法院過去四年所有的質詢 去做分群以及命名 所以我們可能就可以看到某一個立委 他過去四年他的發言最常關注的幾個議題 比如說高鴻安 他其實最關注的可能是跟教育相關的議題這樣子 然後後來這個專案結束之後 其實獲得讀者滿大的迴響 然後我們就開始思考說 AI有沒有可能可以幫助我們去加速的推進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做就是光是用LDA去做分群以及命名 我們的審核過程可能就耗盡了可能 耗了大概五六個專家 然後我們內部的記者 然後編輯的人力去做審核 確保這個主題的分群是精確的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那AI有沒有可能幫助我們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這一次的目標就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讓AI去協助我們去做歸類跟摘要 然後讓大家不是單純的看出席率或是質詢率 去判定一個立委的表現的好或不好這樣子 然後同時我們也可以發展出一個產品 是讓NGO或者是國會記者 都可以隨時去針對他們想要報導 或是想要追蹤的議題去做觀察這樣子 然後同時我們也希望就是把這些立法院的資料去做開放 讓比如說未來可能想要精進在政治語言模型相關能力的研究者 或者是資料科學家可以去做使用這樣子 好然後我們目前就是這個網站還沒有上線 就是我們目前大概會大概會朝就是如果是使用上的話 我們大概應用會是比如說會有個介面 你可以去從不管是你可以去從你家立委去看說 他近期關注的五個議題是什麼 然後如果你點進去特定的議題的話 你可能就會看到說原來陳昭姿他其實最關心的 他最常發言的其實並不一定是人工代孕 他其實也很常在實安議題上面去做發言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在這個發言裡面他說了什麼 就是比如說他在紅底的是會議名稱 然後白色底就是AI去針對陳昭姿在這個會議裡面的發言 去做摘要的部分 那整個就是整個資料清洗的過程有點像是這樣 就是我們一開始先從公報裡面去抓所有的立法院的發言 立法委員的發言 以及說立法院他們自己有一個法治局 他們定期會針對立委常觀性的議題去做 去做議題的梳理 就包含說國內外的相關法規 然後修法的方向可能是什麼 我們先把這些資料都爬下來 然後爬下來之後呢 我們先我們嘗試讓GPT去做摘要 可是我們會發現一個問題就是 雖然說大部分時候他們可以理解 GPT可以理解這個發言的脈絡 可是比如說真的非常即時的議題 比如說青鳥行動到底是什麼 他其實在五月的當下他不一定會知道 所以我們就希望透過報導 以及我們前面講到的立法院的議題資料 去做比較簡單的RIG 等於說幫他補足一些實事名詞的背景 然後再去做分類摘要跟 對再去做分類跟摘要 然後最後我們還是 因為我們是新聞媒體 所以我們還蠻在意就是議題的正確性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會 最後一輪我們還是會由記者跟專家去做人工的檢核這樣 所以這大概是我們這一整個工作流 不過今天因為我們還蠻注重的就是 到底有什麼樣的資料可以去做使用跟開放 所以我們今天就大概 我們就請tmunk來幫我們講解一下就是 議題這些資料長怎樣以及他怎麼做清洗 謝謝 好我是OpenFunk公司的tmunk 然後我這邊這部分主要就是跟大家講一下說 就是在前面要怎麼把立法院的資料爬下來 然後做清洗 然後所以程序的話大概就是剛剛講到說 以這個專案來講的話 報導者他們比較希望要用到的是公報 然後還有一個是議題演習 這個在立法院都會有一個 幾乎每天都會出一兩篇的PDF檔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把它爬下來這樣 然後所以我這個pipeline大綱的話 一跟二這邊就跟稍微 因為其實大家 我也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在四月的時候 就是新聞每天都在報立法院的時候 可是你其實不知道立法院 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我要從什麼角度進去這樣 所以我這邊可能就簡單講幾個基本用詞 讓大家比較有感覺一點 然後再講說資料原產地在哪裡 然後我們實際公司在處理的時候 一開始就會先做第一次的爬蟲跟 先做爬蟲 然後跟第一次的資料清理 然後接下來就會有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API 然後就直接就是整合 全部統在一個API裡面去使用這樣 然後在第五個地方的時候 會有一個第二次的資料清理 我知道這個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很莫名其妙 為什麼第二次不跟第一次一起做 但是後面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最後的話就是講加值應用 好 那所以首先第一開始先講就是 立法院的基本概念 立法院呢就是現在就是四年就是選一次這樣子 所以然後每一次就是叫一屆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是叫第十一屆這樣子 所以一定都會有這個單位 你在做立法院相關任何東西的搜尋 我要查議題案 我要查會議 都一定要先查是哪一屆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每一屆的話的運作方式就是 一年都會有兩個會期 所以就是上下兩個會期 然後上會期在二到五月 然後現在是在休憶 然後接下來九月開始之後 他們會再有一個新的一輪就是下 所以就是界期與會期是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這樣二乘四這樣算下來的話 就是一屆的立委會有八個會期這樣子 那我們之後在資料開放的部分 你都會通常就是有所謂的subset 然後就是講十一之一 那你大概就知道就是 第十一屆的第一個會期這樣子 所以這個example就是這樣跟大家講的 十之八是什麼意思 就是第十屆的第八會期 那可以稍微兌換一下 這時間是指2023年的9月到12月這樣子 好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基本用詞 叫做委員會 基本上立委選上之後 然後他們就會進去 他們就會進去 然後最先要做幾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要決定哪些立委要去哪個委員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會有六個這個常設委員會 然後還有所謂的特種委員會 基本上每個立委都一定要在一個常設委員會裡面 那當然同時也可以先肩身在 身兼在特種委員會裡面這樣子 所以如果我的搜尋條件叫做 十一之一司法及法治委員會 我就是想要知道的是 在今年立法院職權行司法 在修法的時候 我要找的目標應該是在這邊 十一之一司法及法治委員會 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立法院的時候 可能連這個關鍵字都收不到 但是大家有這個概念之後 下面講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所以資料的原產地有哪些 超多 就是立法院從大概 2000年開始之後就有各個網站 所以我這邊就條列了我們 主要有去爬的網站 最主要就是有一個 現在比較新的叫做 立法院議事級公報資訊網 然後他們就把資料分翻三大項 議會、提案、公報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他們的最小單位 基本上都是包成PDF的檔 這樣 然後還有立法院資料開箱平台 這些還不錯 就是基本上立委的基本資料啊 的那些比較Metadata的部分 他們就是直接把他們包成JSON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 大家可能在那四月的時候很常去看的 IVOD系統這樣 就是他就是視訊水準系統這樣 所以還不錯 那其他我們當然也有 目前可能在 目前的爬書當中還沒有特別去關注到 但是其實也是很有 價值去爬書的資料 就是立法院法律系統 因為在這邊才會講到三讀的 三讀的資料 就是真正三讀通過出來的資料 還有他的對照表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舊的 就是立法院議事級發言系統這樣 好 我覺得我可能有點慢 好 所以我們爬書的話 基本上就是網頁 然後 網頁然後PDF檔這樣子 然後 所以我們還要再處理PDF 然後PDF主要是用 Tika這個 Apachea的專案 然後就把它轉成 另外一個HDMI檔 然後所以接下來的事情 全部都是HDMI檔的爬蟲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第一次的資料清理 就是要去找說 到底我們要的那個資料欄位 是在那個HDMI檔裡面的哪一個位置 這樣子 然後把它放到我們相對應的資料庫結構當中 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只能講一件事情的話 那就請大家記住這個連結 Ly.govapi.tw 這樣 因為我們就是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變成API 那你進去的話 有沒有看到這個Swig所展出來的 就是直接跟你講說 我們哪些Endpoint可以使用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邀請大家就是來使用看看 你要查什麼來這邊查看看 如果你是工程師 主要是工程師 工程師的話可以來這邊查看看 這樣子 然後來用一下說資料價值 看有沒有覺得 欸你有蹦出什麼 欸覺得很有趣的應用這樣子 那有這些Endpoint 這樣子 那你要找IVOD在這邊 然後法律 Bill Meet 這樣子 好 那 所以 好 時間到了 可以再最後一張 那我就最後講這個好了 就是前面有講到一個事情說 為什麼現在還要做第二次的資料清理 主要是因為 還蠻有趣的喔 好比說我講說 有一個欄位 是一個會議 有一個單位 有一個資料叫做一個會議 那那個會議裡面有一個欄位 叫做討論事項 那實際上它在PDF檔裡面 就是下面這個 用橘色這個 橘色背景的這一個這樣 那 那 它實際上就不只是單單只是講說 討論事項 其實是有一些資料鏈接的這樣子 就是說 其實它那天的會議有做 呃 背詢 然後 有要看這六個提案的審查這樣子 那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還希望還要 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要再做一下就是 資料 那個叫linking data部分 應該要說這邊要連一個meet 然後以這個來講的話 就要再連到一個質詢 然後再連到六個提案審查這樣 但是目前這個是在 呃 我們的API裡面 目前就只是給你一個資串而已這樣子 所以對想要做資料加 資料加值應用的人來講說 其實應該還會想要再把它做一些linking data工作這樣 那以我 呃 我的 我老闆現在也在那邊 然後老闆的話主要是做API 那我的話主要就是在做資料應用 然後這個第二次請你的部分這樣子 對 所以 以這次我們的專家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立位公報跟IVOD檔 呃 我們有一個 第一個資料加值應用就是 呃 做 這一個 逐字稿的公開這樣 放在hugging face這樣 那就是結合立法院公報跟IVOD音檔 然後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國會API 然後我這邊做了第二次的資料清理之後 變成一個hugging face的dataset這樣子 那就可以直接這邊應用這樣 如果你有好奇的話 想要做資料加值應用 歡迎來這邊使用 第二個 就是資料研修的 呃 前面講到資料一體研修的專區這樣 我把它爬下來 然後也把它變成hugging face的report這樣 我這邊其實還蠻希望可以 呃 因為我這邊自己第一個時間想到可以做的資料加值應用 就是做資料斷詞這樣 因為它裡面一定會有很多專用名詞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很值得去使用 但是其實我不太會做斷詞這件事情 我只是一個後端工程師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有一些什麼技術的話 歡迎給我一些連結 知道可以拿去學習然後怎麼樣去做這樣子 好 不好意思 就是有點浪費到大家太多的時間 那就我先講到這邊 好 謝謝 現場有沒有朋友也要提問 針對立法院 甚至還有一些政治面向資料的討論 有嗎 好 沒有的話 那我就先問 那報導者對於這個專案的期待 或者是更擴大的延伸想像 有沒有什麼想法 謝謝 就是因為其實有點像是我們前面講的 目前大部分的國會監督的方式 其實可能還是透過質詢率 或是出席率這些數據 然後我們會希望是建立一個 就是新的國會的檢測指標 那不管今天是政治小白或是資料小白 可能都可以透過這個前面剛剛講的那個儀表版的產品 去更理解你家的立委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會是有助於幫助大家 去做投票決策 那如果是後續的目標的話 我們自己也會給自己就是 但這些東西都可能都還沒有進到技術研究的部分 就是我們自己也會希望說不只是發言 可能包含政治現金資料 他們的提案資料 預算資料都可以納入 比如說今天有一個立委說 我要大力的推動人工智慧發展好了 那他真的在預算審議上 有朝這個方向邁進嗎? 他提的法案是不是真的有 也是往推動比如說人工智慧的相關的產業園區也好 或是其他硬體設備也好 就是他說的跟他做的是不是同一個方向 我覺得也會是報道者想要嘗試努力的方向這樣子 我想問你們有沒有試著考慮過做品質這件事情 因為發言的資料的萃取然後摘要跟整理 但是他最終還是一個超大的文本 對於選民來說還是很無法 那有沒有可能建立一個品質的度量 比方說他的發言很多 可是在某方向是比較關注的 可是就 你知道就是沒有東西是高 加大空的組之類的這樣 謝謝 你現在有一包資料機 然後它其實是金礦 但你不太確定裡面的含金量要怎麼抽出來 所以你要做一個是給法案研究助理許願用的 就比如說有沒有可能可以幫我找到什麼什麼資料 當他們做了很多這樣子的許願之後 去試試看資料要怎麼樣跟這些願望達成連結 然後從裡面把金礦抽出來 因為你還不知道金藏在礦裡面是長什麼樣態 那如果有一堆這種許願的表列 你就會知道說 我應該要從裡面抽出含銀量高的 或含金量高的 或含什麼屬性高的東西 從裡面抽出來這樣子 這是關於品質的這件事情 對對對就是確實 因為就像AI它其實會胡說八道 人類其實也會胡說八道 然後我們自己想到相對可能可以可行的方法是 因為我們前面有提到那個議題演習 那個議題演習其實是立法院官方他們去整理的資料 然後我們會希望初步可以做的就是去做事實查核 比如說今天有一個立委 他針對某一個 比如他提出針對 我想一下最近有什麼 好人工升職法相關的數據好了 這是真的嗎 我們有沒有辦法從議題演習裡面去看到 去比對出來 那這件事情可能就會用到是 我們目前想像是可能是RAG 但也有可能就是有其他技術 如果大家有其他建議的話也可以分享這樣子 對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會有記者去定期監測這個儀錶板 就是比如說我們政治線的記者他可能就會很關注國會改革 那比如說或者是其他科技線的記者他可能就會關注人工智慧 那我們就會針對我們家記者他們特別關注接下來四年可能會很長 很長被提出來的議題或者是比如說核能這類的議題去做監測 然後再去做進一步的追蹤這樣子 然後剛剛提到的金礦問題就是我們前面的那個儀錶板其實只是非常初步的demo 就是我們其實接下來要建置這個儀錶板到公開之前我們一定還會再做 比如說去找立法院的助理NGO去做他們的使用者調查 然後去看他們真正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再去重新建置然後包含說可能新增filter或者是搜尋的功能這樣子 好 那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先掌聲感謝這個專案團隊分享 其實這個專案團隊組成是一個基金會加技術單位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跟剛才的上一集的三位團體或團隊們 或待會來分享的其實都不太一樣 我們也看到我們從主辦單位看到其實不太一樣的組合是有一些突破性 所以那這也是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再請下一個專案的朋友來準備一下 我們來開一下簡報 好 大家好我們是台灣AI教學工創實驗室 那這個主要是由我跟肉依去提出來的 那其實我們兩個分工就是我只大概負責出一張嘴 就是找老師啊拜託老師做事情 他就說後面一些相關計畫的配合 然後一些具體的事情他們都請肉依去幫忙這樣子 好 我們計畫原有的事情其實是大家都知道 所謂甚至一開始出來的時候他有很多的換句 或是一些 事實而非 甚至去年那個大家早上都會講說 大遠模型訓練出來之前都要先問說那個 總統是誰啊國慶是是什麼時候啊 就是因為這些情形然後甚至 像以German來講的話最近有一個新聞是說 German來訓練資料可能來自於中國官方 所以你問他中國的事情他都會 只會講中國官方的回答類似之類的東西 然後包含像我們台灣的 像我們台灣自己有一個學習平台 他也是用GPT4去做類似CAMIGO的東西 對話是機器人 可是他也是會面臨到一樣的問題就是 他只能問數學或是一些相關的東西 你問他一些相關人文的他可能就會答非所謂 甚至不知道我們在問什麼 對然後也更重要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缺乏的可能是繁中的語言資料 就是特別是在教育這一塊 像剛才大家講的可能都是在法律 在很多資料 因為以教科書的資料來講的話 目前的教科書大部分都是商業的 就是我們的課綱 現在政府只做課綱 所有教科書幾乎都是書上去建置的 包含他的題目包含他的課本 可能都是有版權的 可能不是人拿 像早上那個太德也有說他們去 他們有跟教育部合作去做語言的訓練 做教育部資料訓練 可是現在問題是可能教科書是不能被拿去 因為我看到的資料 我不知道他們實際後來有沒有取得 我看到資料他們是不能拿教科書的資料來訓練的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以後的大語言模型 有沒有辦法回答我們台灣教育上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打算 一開始先招募10個總之老師去招募 但對我們台灣的特有領域 對 台灣特有總之上 就是台灣的歷史 台灣的公民 台灣的文學跟台灣的地理等等的 去設計一些Benchmark 去評測說這些的大語言模型 符不符合我們台灣的教育上使用 不僅是國語數學 更重要是一些台灣地理 台灣歷史 一些不是放諸四海接準的 可能是只有我們台灣人會回答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我們第一步我們是想 建置我們台灣的繁體中文的測試資料集 就是包括我們預計要招募10位老師 然後去收集這些測試的資料還有題目等等的 然後另外一個目標是 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機會去延續這個專案 可以持續下去說培訓一些台灣的老師 去把AI整合到教學中的一些能力 然後辦理工作方等等的 對 然後我想 前面這個先講的是對教育的意義 對台灣的 所以大語言模型對台灣的意義 再講說台灣大語言模型 是不是真的對教育是有意義的 我想請問你們應該都有用過AI了嘛 那你覺得AI可不可以幫助你們學習 可以節省時間可是可以幫助學習嗎 對 有人在笑了 對 就是 好就是 這是AI化 就是我們一開始AI出現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AI應該會是馬力歐或是馬力歐的 應該玩過超級馬力嘛 雖然是30年前的遊戲了 就是一開始出現的時候 我們都會把生產師在搶成 可能是馬力歐或是馬力歐裝備 它可以幫助我們去解決很多教育中的困難跟問題 它可以幫助我們打敗庫巴等等的 可是 這是美國的一個數據 他說學生使用AI的比例已經比老師高了 對 就是 台灣 這是美國調查 美國K到12的學生 他使用AI的比例是48 可是老師只有46 我在台灣問過 我問過我們校內老師 有用AI的比例可能不到 小學啦 不到1%這樣子 可是我相信 大家都已經在用了 然後老師覺得學生在用的比例更低 對 可是學生已經很明顯都在用 然後學生大部分都拿來做什麼 寫報告 寫答案 那 各位都是承認的 你們用AI做成 找到答案之後 你們會稍微修改一下嗎 你們會知道什麼答案好 什麼答案不好 那學生呢 你覺得學生會複製貼上 還是會修改再使用 好 有人都笑了 我有問過我學生 我就在他後面看他用 我就看他直接複製貼上 我就問說 你為什麼複製貼上 我說沒有AI想的答案 剛好跟我一樣 對 我很明顯 我們知道不會是這個樣子 單純只是他偷懶而已 就是他就 大部分學生 然後我看到美國一切報告 他貫成到底是這樣子 學生使用AI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直接複製貼上 而不會去思考 這個答案到底對不對 更不用說好不好 好 所以這是一個 大概是7月初的一個研究 美國華盾商學院 他去研究說 甚至可能會傷害學習 他是在土耳其做了研究 他找了 對是美國的華盾商學院 可是在土耳其 找了1000個高中生 然後他把實驗的步驟 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老師教 然後他實驗室主要是第二個階段 他在第二個階段 他把學生分成三組 一組是傳統的 老師教完之後 直接自己做直筆測驗 然後第二組是用ChairGBT4 他可以叫ChairGBT4 直接給答案 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是他有訓練過他的AI 就是他有設計他的Prompt 他不讓AI直接回答學生的問題 就有點像蘇格拉蒂法這樣子 逐步引導學生得到答案 在第二個階段的時候 就是所有學生成績 使用AI成績都很高 就是 直接給答案的 他的在練習階段 他成績是提高48% 然後逐步引導的模式 是提高127% 但是在第三階段的時候 第三階段就是沒有AI的輔助 直接傳統直筆考試 結果測試 我們本來預期 使用AI 逐步引導會比較好 結果測出來沒有 甚至更慘 就是說在使用AI輔助 不管是直接給答案 或是引導他逐步思考 做出來結果 可能都沒有傳統直筆測驗 來的好的情況下 所以他們的結論是 AI可能會傷害學生學習 對可是 我知道這個 可是這個研究一出來 很多老師看到 他覺得說他做的太武斷了 就是 因為台灣目前 很多的AI研究 都是證明AI會比傳統的好 對可是這個做出來的研究 可能是說 當學生不知道怎麼使用 甚至老師也不知道怎麼教的時候 可能會傷害學生的學習 對然後接下來講的是 認識卸在跟文化化地 就是說 認識卸在 英文叫Cognitive Offloading 然後我比較會 把它簡單講說 思考外包 就是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已經把我們的思考 或是我們很多記憶的東西 都偽拖給外部的工具 比如說 我們寫把事情寄在 寄在便利貼貼在冰箱上面 就是把我們腦力釋放出來 甚至你在用Google地圖 從 從你家到台各大 像我今天就是用Google地圖來的 對就是我們已經把一些思考的東西 交外包給一些工具去幫我們執行 甚至像現在倒車雷達 我現在沒有倒車雷達 我也不會倒車了 但是我們會說 我們 我們會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蠟的事情嗎 不會嘛 有沒有計算機 算每天要花的錢 這個也很正常嘛 對所以 因為這個報告一出就 就很多人在跟我討論說 那為什麼考試的時候不能用AI 你覺得考試的時候可以用AI嗎 因為很多人跟我討論的是 他是說因為未來的孩子一定要會用AI啊 所以你與其教會他基本的東西 不如要教他如何運用AI 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 所以這樣是正常的嘛 我們考試的時候要不要允許孩子用AI 使用AI會不會傷害孩子學習 好 我要說的結論是說 當我們把很多工具或很多記憶能力 委託到外部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真的學習到 我們只是學到把這個事情外 而且這個甚至會傷害我們長期的學習 因為我們要把一個東西真的學會 必須要把這個知識 轉化到我們長期記憶裡面 他才可以真的學會 他委託給AI 那只是AI幫他解決 他到後來 甚至AI所謂的Guardel 他不知道 你不知道AI到底 最後他擅長到什麼 他可能突然一個斷層 他突然到一個地方 到一個境界他就不會了 那你到時候 學生沒辦法跨越這個階 跨越這個階階的時候 他能力就被限制在這裡 甚至會造成他錯誤的學習觀念 所以我要說的是說 甚至AI可能真的像早上 蔡宗漢教授他們講 甚至AI可能會像我們的大腦 就是當 如果我們都把我們的思考外包給他的話 我們決定他怎麼回答問題 可能會對我們很重要 因為在學生不斷的用AI去找到答案的時候 他一直給人家錯誤答案 可能會給他影響他的邏輯推理 會影響他對整個國家文化的一些認知這樣子 所以這次我再看你覺得AI是酷包還是瑪利歐 對就是當你運用錯的時候 你當然就是酷吧 就是如果你只是複製貼上 甚至你一直像其實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感覺到 中國用語對我們的影響 對像早上有一些講的就會講質量 我們小朋友跟我講什麼 666 其實我一開始搞不懂什麼意思 甚至跟我講什麼走心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搞不懂什麼意思 可是你看有時候AI的回覆他就是用繁體 可是這些用語他就是無形中他就是 對所以我們要開發這個Benchmark去測試說 我們原有講很久 就是我們要開發這個Benchmark去知道說 到底哪個大語言模型適合在台灣的教育現場使用 他可能是在語言可能在文化可能在台灣政治上 是不是真的符合我們對台灣文化 對台灣共同價值的一些願景或是共同的想像 對所以我們不該在教學中使用A嗎 其實我們更應該在教學中使用A 因為AI已經是過來超過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正確的使用 或是我們一個我們這一代老師 或是大家所要一體面對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真的是AI去如何幫助台灣學生學習 所以我們試著要去回答這些問題 就是Google L&M他的一個論文 他說就是Google他Gemini出來之後 他可能我在想他可能分數跑不過JGBT 所以他在各個領域他都有去做特化 像前一陣子他還有公佈說 跟台灣的健保局有合作一個MAD LM 是專門去針對糖尿病做一些處理 然後他有開發一個LEN LM 可是他說的是 因為他要先訓練一個好的大語言模型 你要先定義什麼叫做好的教學 他這論文就直接吐說根本沒有 他去找了很多論文 根本沒有所謂好的教學的研究 沒有一個放諸師來接準所謂什麼叫做好的教學 好的對話 所以他們自己開發了他們自己的 Golden Conversation 就是好的對話的輔導資料集 所以我們要做的第一步也是這樣子 我們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先定義什麼叫做好的 抱歉剩一分鐘 什麼叫做好的對話 我們把我們的資料做放在我們的Hugging Face上面 然後我們有先選的940題就是關於單選題 有圖表有正確答案 有關於台灣的問題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所謂的跨領域的多人問答 像這題我們是用早上的KUA 做去比較各個大語言模型他回答的結果 像這個我們問的問題是說 馬接他有在他文章說的一句話 他覺得什麼 他表示說他來到台灣做了什麼 然後我們先問完這個之後 我們再問他說 根據馬接這段話你覺得什麼叫做台灣人 台灣人定義到底是怎樣 你就發現Gemini跟ChairGPT 他的答案品質就比較好 可是我們這邊我們有問過Teamo Teamo是建議我們評分標準要用人類來評分 而不是用交友AI去評分這樣子 對 遇到的困難 因為我們的方法特別要求我們講遇到的困難 我們遇到的困難其實很多 我們一開始 我們本來預期叫老師出題目很簡單 對 結果後來發現 然後我們還找到高中學科中心 國中學科中心 一開始老師聽到這個都很願意參加 就到最後都 對 然後就是 還是拜託老師要想辦法寫出來 然後還有我們本來還有找到一個 某學習平台網站要提供我們題目 但是後來也因為種種的關係也沒有提供給我們 所以我們幾乎後來都是靠人工出題這樣子 對 好 謝謝大家 現場的朋友有沒有提問 有嗎 跟教育 補充一下林隱俊老師是國小老師 是在宜蘭的國小老師 所以在教育現場是第一線 來 請 就是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概定的情話 像那個 然後學習成效 可能本來大打著那篇論文的名稱叫什麼 那待會也可以再補充一下 我待會補充 我待會有論文連結給你這樣子 老師在臉書 老師在臉書 好 那還沒有 那要不要介紹一下你們的HuggingFace的內容 還是 快速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開HuggingFace要那麼點 那個 好 就是這個大家可以掃這個QR Code上去 這個HuggingFace看 現在我們蒐集到的題目有哪些 那題目分兩種 一種是傳統的多選題 一種是多了問答題目 那傳統多選題它的價值在哪裡 它的價值是我們找到這些老師 他去寫為什麼要選這個答案的想答 那這個是一般你去爬 網路爬蟲是爬不到的資料 像剛剛早上台灣 稍早那個林彥廷他有講說 他們去爬很多資料 但你是爬不到老師的腦袋 跟老師電腦Local端的資料 所以我們在這段期間做的事情 是去找到國小 國中 高中 在教歷史 地理 公民 台灣文學 這些領域的老師 那去把他們手上的題目啊 去提供給我們 然後我們也跟他解釋說 爲為什麼我們要收集你這些題目 是爲了要讓我們後面 會做一個Benchmarking的報告 那這個Benchmarking的報告 我們就會去把這些題目 放到各個模型裡面 去讓他們回答 那看這些模型的回答 到底有沒有符合這些老師 所謂他們定義的想答 那之後可以怎麼影響到教育現場 是這些老師在使用AI之前 可以先來看一下這個Benchmarking report 去看一下如果學生 要用這些模型 要問一些台灣相關題目的話 數學物理那些除外 那是全世界一樣的 那這些台灣特有知識領域的題目 它回答精準性 到底對台灣的學生有 可以提供多少價值 還是它只是亂說 有幻覺 這個是我們之後想要 短期想要提供 幫大家解決的問題 那這個黃毅他也是再次 貢獻的老師之一 對 好 謝謝 有嗎 還有沒有 你沒有想過 直接在老師的教學現場 收那個請進 因為這樣是自然 而且學生問的問題 就是最自然的問題 Google Learn LM他們也是所謂的 對話 它是收私生的對話 可是他只要最精華的那一段 就是他有一個 他要先定義好的標準 他才去搜 實驗設計 對 實驗設計你要先 我們要先有公司說 所謂台灣好的教學模式是什麼 你要先把標準定義出來 然後找真的一些好的老師 他們實際輔導學生的狀況 收之後再來訓練 我覺得那是有價值的 可是我不知道台灣現在 有誰會做這塊這樣子 應該是哪些訓練的課程 讓老師去試著去教的過程 真的去教的時候 就去收那個 那個教學的反應這樣 對 因為我有建議過教育部 是不是可以把一些所謂好的教案 因為現在每年都有一堆教案比賽 好的教案 可是我們不要只要教案 要老師實際上課跟學生對話的影片 就把它抽取出來 可是他們目前都說 那個有版權正義 那個又怎樣 所以他們 對 沒有人要做 好 那現場還有沒有朋友 那我來最後問 你們跟老師互動的時候 他有需要簽什麼授權同意書嗎 都有 那或者說未來在 剛才提到有一些老師 那這些老師為什麼會想要 或他們有沒有分享過他們的動機 他們是期待未來他有拿到 有一些教學現場應用的結果 還是說大家覺得很熱血就來參加 應該大部分都是為了很熱血 就覺得想要幫台灣一起做一點事情 大家大概都是這樣子 可是可能是因為我們專案時間比較短 或是有考到一些老師 有一些計畫 所以就沒有做到最後這樣子 對 幾乎老師都沒有聽到 都不是因為錢而來啊 就是大概就是 也沒有特別談到名或什麼 就是大家覺得這個東西有意義 就大概一起做這樣子 那我再追問一個 聽起來這個 這個benchmark 或是這個題庫 應該不會永無止盡 對 就我們沒必要一定要出個上萬題 對 那你對於那個題目要多少 或者你目前感覺 我們現在已經有成果大概幾%了 有個初步的結果 我們現在收集到將近一千題 那周緯剛提到這個題目 我們會收集到什麼時候 收集到我們的資金用到完為止 因為我們一開始當然在用工具 這些打API的時候 會需要一點資金嘛 那營運社群也需要資金 同時也需要去營運社群的人 他有capacity來經營這個社群 所以我覺得是 我覺得至少未來一年 這個東西還會繼續存在 然後同時這個有點像老鼠會 就是有一個對 有一個老師他參加 他覺得他出題 然後他覺得喔哇可以貢獻到台灣 甚至他可以影響未來的學生 在使用AI這個情境的體驗優化 他就會去找他同學校的老師 可能也是 還沒有生小孩的老師 其實比較有時間來貢獻 對比較年輕的老師們 他們就會一個拉一個 現在現況是這樣子 如果大家有認識一些熱血的老師 可以推薦我們拜託拜託 歡迎來跟我們講 謝謝 最後一個問一下 有比較偏向原住民語言 或其他客語或台語面向的題目嗎 這個請專家客語 要不要分享 會 收集中歡迎大家提供 那我們這一節先到這邊 我們先掌聲感謝這個團隊的分享 謝謝 所以我們接下來在準備下一個 船隊之前呢 大家也可以聽到 我們剛才這個資料集 下載下來是RAR檔的 也有要自己爬的 還有要自己去問的 所以這個資料集其實都是關鍵 但是真的 不同領域都有不同的困難點 但做出來就 用開源的方式來讓大家去取用 那我們來邀請 下一個團隊是台語自動分詞的團隊 來 請 看一下簡報 請 等下一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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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團隊是做這個台語自動分磁與磁性標記 但是呢核心其實是在 更核心的是在做台語的語料的整理 那我大概介紹一下那個背景 就是台語的語料 目前比較多的 就我們跟 那個清大的語言所 還有中正或台大語言所的一些老師合作 他們手上跟台語相關的研究 他們手上有的數位台語語料 其實大部分是這種 等一下 弄錯了 大部分是這種台語白話 也就是它是國字跟拼音共用的 並用的 但是很多從學術角度有很多那個標準的那個台語 其實是用拼音的 台羅就拼音的 但是那一類的語料其實是相對非常少的 那真正比較多的是這一類就是國字 跟著來表現的那個台語料 那這類語料在學術界老師手上也比較多 所以反而說處理這一類的語料變成是我們的目標 因為第一個它量多 然後第二個呢在 即使它量多但是對於數位的資源來講它還是相對少的 所以用那個大數據或者是比較LM的訓練來說的話 它的量其實仍然是不夠 所以我們就是用傳統的方式去整理 蒐集然後整理這些語料 然後先從最基本的那個斷詞來開始做 那同時做斷詞的時候大家也知道就同時整理了它的 因為我們也會做磁性 所以就整理了它的磁條磁性這類東西 那希望在台語的語料上面能夠累積一些比較正確性比較高的這些磁條 然後之後可以再做進一步的應用 這邊有一些例子 比如說這些這幾個例子就是用國語 沒關係 反正用了國字但是是寫的 大家其實有經驗啦 像那個KTV這種最多 那其實是台語但是用國字來表示 好然後呢 好方法就是呢 欸這動機剛才也講過 方...喔對 這我們先跳過 方法就是呢 我們是用那個國語的那個斷詞的工具 但是呢加 基本上就是加了台語的詞表 好那這些詞表就是 就是我們在整理這些詞庫 這些語料的時候建立起來的 那除了... 那這個方法呢是有一個依據 就是用國語的斷詞 然後搭配閩南語的詞點 它其實效果還不錯 這是... 這些... 經過跟一些老師合作 那時候他們的意見 所以我們就想說從這個角度 來把這些比較大量的這個... 呃... 台語的語料 先把它整理起來 那... 除了詞條之外呢 還有下面 這邊下面有一些... 有些例子 就是... 台語比較專...專有的這些... 這些特性 我們也用規則把它... 整理出來 在那個... 段詞的時候可以... 呃... 呃... 提高它的那個正確率 那... 呃... 預期貢獻當然就是... 我剛剛有講就是... 把這個比較少量的語料... 呃... 做精緻化或正...正確化 那在大語言模型裡面的話 它可以做一些協助 譬如說... 不管是生成或是翻譯的時候 可以做一些正... 提高正確率的協助 好...那現有狀況的話... 呃... 我們目前跟這些學術單位合作... 呃... 收集了... 目前收集了... 呃... 詞典類的... 戲劇類的... 文本 還有... 小說類的... 這類的台語的... 語料的文本 大概有... 呃... 100多份 然後... 呃... 目前我們完成... 就我們切出來的是... 呃... 有21萬句啦 那字的話大概是... 平均大概是... 乘以10大概是... 200萬字左右 那... 這不重複詞條喔 8萬8千... 多個其實... 如果跟國語的語料比是蠻多的 原因是因為他... 有很多同一個詞條 但是他用不同的... 國字... 你知道嗎... 就我們自己都有經驗 就打的時候你可能... 拍謝你打的是另外一字 我打... 這一類的話... 這一類的關係所以... 呃... 複重複詞條其實相對是多的 那不管怎樣這是一個... 整理的開始就是... 像這一類的... 呃... 詞條我們會... 呃... 陸續的... 整理起來然後... 斷詞系統的量率會增加 然後... 因為其實有人用他就不能說是錯啦 尤其他現在這個... 並沒有統一天下的一個... 一個...一個標準 那...當然有啦 但就是比較台羅的那種... 是統一天下 就是就有一個... 官方或是說... 學術性的標準 但是... 一般比較大量的這些... 我們就是盡量搜 然後盡量...盡量整理 就以提高正確率為主 大概是這樣 然後... 呃... 除了語料之外呢... 我們也會做一個... 斷詞的工具 大家可以使用 然後我們的語料會放到那個... 那個... Hugging Face上面 對... 目前的話我先放... 那... 剛剛我有跟那個蔡老師聊一下 就是在... 呃... 除了... 因為這個... 我們是從斷詞的角度 開始去... 一邊整理這個... 呃... 一邊整理它的... 呃... 相關的那個... 語句的特性 一邊提高斷詞語 然後一邊把這些語料都... 都整理起來 但是其實有... 也有一個翻譯的需求 也是... 也是很重要 就... 假設如果能夠跟國語對照的話 那... 這是我們的例子啦 就是... 上面的key... 就是Jason 上面key就是他原... 原來的句子 那我們就會... 我們會... 分... 下面會有... 呃... 結果也會把那些詞... 做詞性標記 然後... 那這些當然會有很多錯誤啦 所以我們也會有人... 人工去... 去review它 然後再去... 再去... 加強它的正確率 對... 所以我們... 整理詞... 整理data的... 時間是花的比較多 目前是這樣子 那... 哦... 對回來... 那... 假設如果要提供那個... 跟國語對照的話呢 那可能就是上面的這些句子 都...都要再... 再生成... 就是要... 可能要... 人...人要去做一個... 正確的那個... 國語的句子的對... 對應... 在... 在訓練上面才會比較有幫助 好... 那這個是... 另外... 就是我們文本處理的時候的討論 那... 這個討論也是回到就是... 因為它的語料本身不多 然後呢... 也沒有統一的用法的情況下 所以它的混亂度比較高 然後... 我們有參考那個... 理語或俗語的那個... 詞點嘛 那理語跟俗語的詞點收得非常多 像這種理語... 俗語詞點收非常多 那... 那... 以前傳統的話 碰到成語或是這些的話 就當作它是一個set 就... 就斷的時候 就直接斷它兩邊 中間就不管了 但是... 呃... 從這個台語、理語、俗語的... 的... 來看的話 就不能這麼做 因為很多長句子 它還是把它放到里語跟俗語 所以像這些長句子 我們還是去把它斷一下 因為裡面 名詞、動詞還是很明顯 大概是這樣 所以... 大概都做一些這些... 這些工作 然後... 對... 我們就繼續把這些 我們目前收到的... 的... 180分會陸續把它... 把它處理完 後面的工作的時間 會開始收斂一點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 這邊也有提到說 未來可以... 支援那個... 生成或翻譯的話 可能要有一個中文對照的... 句子對中文對照的句型的... 的... 產生 這可能要人工產生 如果要... 要... 保證它quality的話 保證它品質的話 然後另外就是 很多KTV的這些台語歌 是我們下一個蒐集的... 蒐集資料的目標 因為那個... 大家還滿熟悉的 很多人會看... 唱歌之後都會這麼用 那樣... 那樣子的詞彙會會延伸的 使用上比較多 好 然後這是我們蒐集到的... 呃... 餘料的列表 上面是其中的時候蒐集 那目前有在... 在... 增加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報告先到這邊 謝謝 那這一組是... 特別針對台語的語言 那我看... 看看現場大家朋友 有沒有什麼... 提問 有嗎 跟那個... 目前的這個大語言技術 沒有太大關係 主要還是整理資料比較多 對... 整理那個資料比較多 所以技術上的應用 在我們這個專案是相對少一點 我想問一下你們現在這些語料的收集來源 哦... 呃... 是... 我剛剛有說就是... 那個... 欸... 清大語言所 有一些老師 然後... 台大語言所 跟... 中... 對... 欸... 看一下看一下 對對對 欸... 他這邊有... 他這些是小說 小說最多 然後戲劇 就是台語的戲劇 呃... 然後... 呃... 詞典點 大概是這樣 訪談的倒是沒有那麼多 然後故事集 這一類的東西 對對對 我... 我來補充一下 我認為這個對於工程師 或是對於做大語言模型開發的人來說 是非常有價值的一份資料 因為... 在... 那個... 像醫院或者是在一些有客服的場域 有... 呃... 他們使用這樣子的訪談對話過程中 比如說有一個call center 人家打電話進來 然後他表達他哪裡不舒服 他表達他哪裡疼痛 很常的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會遇到有民眾 他看了這些戲劇 看了這些歌曲之後 他才去描述他的疼痛的狀況 是怎麼樣表達的 他因為他收集了這些戲劇 或者是這些... 那個... 呃... 劇本裡面的這些講法 這些台詞 然後去表達自己的狀況 因為他本來不知道怎麼描述自己的狀況 所以像是1999 或者是像醫院的call center 或者是有任何... 就是打電話進來 描述的這個... 這些語料 如果需要做這種磁性的對照 然後去理解說裡面的原因 後面交由大語言模型來處理的話 這是很好的 開始啟動的資料集 這樣子 一個是八道疼這樣 對對對 類似這樣 因為tone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那醫生如果要做判斷 他其實也要知道 那很多新進的醫生 他可能不太會講台語 但是他來看他的病人 可能他會講一些比較深色 不常見的一些描述 所以這種語言上面相關的溝通 如果有像這樣子的資料集 後面自動化要處理這些 比如說像1999 或者是像打電話 去某些call center的時候 這個就是會很好的幫助 工程師可以做這一方面的開發這樣子 那還有沒有朋友 延伸的想像能提問 大家想一下 我剛剛會問來源是因為 現在看起來 multi modality 是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尤其現在 新的模型都是多模態 訓練出來的 那所以如果剛剛講到KTV 他的影片 他也有字幕 那這樣子去跑 會不會比這個更有效力 或者說剛剛講到那個劇本 已經被拍出來了 他是有影像 有聲音 然後還有字幕 就直接拿他當原始的source去跑 會不會比較有效力 但那個另外一件事就是 版權 著作權的問題 但我意思是說 這會不會是一個新的一個潛入方向 沒說 沒關係 的確就是這些都是我們繼續 希望蒐集到的 想要繼續蒐集 處理的那個文本 請 就是這個預料中 好像沒有看到說 教育部的台灣詞點 那我在想說就是 他 因為他其實蠻多長用詞 然後也會有就是 華語跟台語的對照 那不知道這樣是不是會回應到說 前面有提到了 目前跟國語華語的對應 比較還缺乏這個部分 對 請請問一下問題 對不對 教育部的 台語的常用詞的詞點 其實這個 裡面有一個是台語 我們是要把 台語詞 台語詞點的句子 比較 可能期末的列表比較完整 對對 期末列表比較完整 但是 對的確那個台語詞點是我們 其中 對 就是詞點本身 詞點本身就是 品質比較好的 因為他詞條對應解釋 所以我們都有把那個解釋都 詞條跟解釋都拿過來 拿包含進來 對的確是 那我來延伸也問一下 因為其實 團隊其實 參加這個 贊助計畫 或這個實踐計畫 不只提了台語 這個團隊其實還提了客語 甚至 那所以 這樣的 例如說 要不要很快分享一下 當時客語的話 是這樣的 模式是一樣的 我回到有一張 回到有一張 很快的回到有一張 其實是方法的關係 方法是說 用那個 國語的那個 斷詞核心的演算法的話 然後 如果有這些台語或客語 那前提是他們是用這個 國語的character去 去寫了這些文本 這一類的文本的話 那搭配相對應的詞條 跟它特殊結構整理出來的話 的確可以 就不用特別去做一個 台語的斷詞 或者是客語的斷詞 或者是原住民語的斷詞 類似 只要它用的是 很大部分是用了國語的那個 那個 對 方塊字來 來建立它的文本的話 那 搭配詞條跟 國語核心的這個 斷詞是可以 做一個好的一個輸出的 這是一個方法的 的前提 所以 所以我們就是說 因為當台語可以收到更 比較多 以現在來講 那客語相對少 所以 我們說如果 可以延伸的前提 是以這個方法為主 那當然就是 剩下就是 老師講的 剛剛有講的就是資料 對 有資料的話就可以 就繼續處理 對 好 那我們再來掌聲 感謝這個團隊的分享 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會休息10分鐘 那我們還有留大概20到半小時 有一點像中和座談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我們在10分鐘之後再進到下一節 謝謝 這個設定是 因為技術的部分或實質專案內容 剛剛我想大家聽到的都蠻詳細的 那也應該有交換過聯絡方式 細節都還可以再詢問 那我這邊主要是比較拋一些 就是 問問看幾個團隊在推動這個經驗的 專案執行的過程 所以第一個大的問題 待會請每一位都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 申請這個專案 在執行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 心得 或者想要回饋給主辦單位 可以很廣義一點沒關係 好 那有沒有已經 有一點想法了 有嗎 好啊 就是 就如剛剛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其實是 很 就我其實本身不是技術背景出身 然後所以 在 學LDA的時候其實已經 就是有點像是跨過一個門檻 然後可是在進入AI的時候 其實又有一個門檻要過 然後就是 一開始會完全不知道方向是什麼 然後 我覺得 一開始在提案的時候 然後 有跟孕芳姐 就是我們的 對 對 我們贊助單位 有 大概兩到三次的面談 就是去討論我們整個專案的方向 然後 以及 就是 然後就這個過程中 其實孕芳姐給出非常多 非常具體的建議 就是 就是他給我們 就是包含說 技術上 我們可能可以嘗試什麼樣的技術 然後 他覺得這個東西 他可以有什麼樣的新的應用 然後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其實都是蠻實用的 對 所以就是也是非常感謝 就是孕芳姐的 support 這樣子 對 其實我講成交話題 因為我們那時候也是跟孕芳姐 討論很多次 一開始跟我們建議 其實我們那時候 我不知道我們原本要找幾個老師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預想中 因為以我小學老師來講 我覺得找老師出題目沒有那麼難 因為本來想說老師手上都有很多題固 我加入十幾二十年 我手上提固至少也是好幾千題這樣 結果真的要找老師 可是孕芳姐當時跟我們說不要找太多 他覺得玉琦老師不會那麼愛出題 或是貢獻題目 結果一出 真的 大家想 我本來 我本來以為像我手上有些題目都很好 反正那個題目也不見得何用 也不會再拿來出題 可是 真的要大家貢獻出來 或是公布到網路上 沒有那麼多人 願意公開 也是孕芳姐給我們很多建議 就是真的很實務 然後 因為我們就是最底層的動作 真是我們反而沒有很多很多技術 真的很能拜託人家 然後出題 真的 玉琦姐給我們建議都很實用 謝謝 其實我從大概四五年前就開始有做 法律相關的研究 然後也是做諮詢應用 不過那個時候的前處理 都是要用一些很Raw-based的方法 然後去做一些Recrual Expression 就是 句對句的切割 我要從一整份檔案去切出特定 設定specific的句子或敘述句 那其實到現在 已經有LM可以幫我們做這些 前處理的工作 所以相對來說 就是G&V的支持下 我們可以節省掉 使用這些LM的經費 然後我們去做一些 我們想做的前處理 然後去比較說 人工切出來的 還有通過G&V這樣的計畫下面 我們使用LM省時間 得到的效果有沒有比較好 或者是說有 然後一定的程度 可以去取代我們人工 這些人力繁雜的 前處理工作 對 然後去加速我們研究的進度 對 是我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有點類似 就是很感謝贊助單位 對真的 因為這個工作 沒有贊助單位 因為我們就是陸續慢慢的做 但是突然 欸 覺得有人 覺得這個是有意義的 然後用了一些經費支持我們 這其實是給我們一些鼓舞啦 應該是這樣講 那我們就 至少在這個階段 我們就有 可以花更多的時間 就是在這個上面 把它腳步再跨大一點 然後呢 我覺得對我來講 更有意義的事情是 因為 現在真的是大語言模型時代 像蔡老師就是專門做這個 然後大家的題目都是以大語言模型的應用為主 那我們這個 其實整理這個很底層語料的這些工作 有看到這一些的應用跟 接觸到這一些大家的想法也是很重要 就是 因為整理語料相對枯燥啦 那 那怎麼應用 像剛剛老師也有建議那個應用 其實我們之前也沒有想到過這個 就是 就跟我們鼓舞 然後看到更多大語言的時代 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大概是這樣 這個專案當初其實是林彥廷學長先 就先跟G0V他們接洽好之後 才找到我們來幫他寫前端的部分 所以那個 我對於他接洽的部分的細節沒有很清楚 但 我要感謝G0V提供我們經費的部分 讓我們 因為那個模型的API key其實都蠻貴的 然後你還要找地方去host他們 所以 就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可以讓我們 有 收集到大量的使用者回饋的部分 然後在開發全段的過程中 我覺得 我學到最多的部分大概是團隊合作的部分 因為 當初我們在 討論那個資料結構設計的時候 其實 有出了一些小小摩擦 最後有找到大家都同意的方式 大概就這樣 請 其實 那個 我的 我的 我的研究 我的研究 這個 因為這個 剛好 有這個機遇 遇到這個 贊助方 然後 然後 稍微 偏了一下 就是稍微偏了一下 偏到搜集數據這邊來 不然之前我的研究 是比較偏這個多摩泰的部分 醫療的部分 那 有這個機會偏到這邊來 其實我學到很多東西 就是 技術上的東西 當然就是 我本身已經有技術背景了 但是 我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 我中間會遇到什麼問題 我要怎麼解決 這個 你沒有下去做 你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我們沒有辦法像大圓模型有那麼多幻想 所以 所以這個經驗 我之前 透過這個贊助方的資助 請這個人力幫我們爬從下來這些data 之後 後面的問題才開始 那 我 其實所有的 後面的所有問題都是我解決的 所以 所以他們只是幫我爬資料下來 那 中間我學到很多東西 我是覺得 有這些經驗 這些經驗值 其實對我們這個永續來講 我是覺得做這件事情越來越有效率 那如果說有機會的話 其實應該 應該如果證助方這邊有繼續支撐的話 這個部分應該可以做一些更多的績效出來 因為現在已經該解決的問題都解決了 再收集數據這個部分 只是說 就看這個未來怎麼規劃 那 在還沒有 未來的規劃 就是說 正中間 這個是 這個 金主這邊怎麼樣去規劃 這個後面我不知道 但是 就那個 如同其他的 對的想法一樣 就是 我們自己的 研究的未來規劃還是會做 只是 走得比較慢 那目前 我是分享一下 因為這很重要 因為這很重要 因為點子就是最重要 有點子 你後面做下去 你可能 才會 後面才會有落地的可能 所以點子很重要 那我先來分享一下 就是 因為跟醫院合作 醫生常常會有他們的需求 那我是從他們的需求裡面 學到一些東西 那麼 我在 我解決腎臟科醫師那邊 遇到的問題 就是這個病人的飲食 他們很多飲食要注意 那 對我來講 就是使用這個 民眾只要使用他 他有病的話 腎臟病的話 使用手機APP 我們開發的大語模型的APP 就拍一下食物 然後 這個大語模型就跟他解釋 這個食物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你有什麼病不能吃 如果你要吃這個東西 你可以取代類似的食物 這種食物的把關 對很多這種 有腎臟病 有糖尿病 有些 其實他們很需要 所以這個需求 那這就是一個點子 很好的點子 所以這個 未來會 會開始收集這方面的資訊 就是圖文的 那第二個就是 多代理人 就是 Pepper的 Pepper叫做 MOA 這個 MOA就是 Mixture of Engines 就是混合智能體 那所謂的混合智能體 就是 一群小的 小的大語言模型 打敗這個 GPT4O 這個大模頭 這個裡面的觀念就是這樣子 就是 我怎麼用幾個小模型 每一個小模型都有自己的專長 那麼他們彼此之間 溝通協調 協作 然後呢 產出了一份報告 是可以超越GPT4O 那 目前這個部分 城市技術部分都沒有問題 跑出來結果也是都沒有問題 那 未來就是 希望利用這個 Martin Engines 就是多代理人 就是剛才講的那個技術 讓這個 落地的 這個模型 真正的民主化 也就是說 你 你只要能夠 拿到 不同的 各種 各式各樣的 大語言模型 你把它 協作起來 建立一個這樣的一個社區 就是這個代理人的社區 那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可以讓它 更多的意識 搞不好會覺醒 也不一定 那我 我現在要做的就是 用這個 這個NVIDIA的 Universe 的一個 Universe 就是 它的一個 軟體 它裡面可以建那個 各式各樣的場景 那 我打算在裡面 就是擺 很多的這個 機器人 每個機器人 後面就是 另一個大語言模型 然後我就讓他們 在那邊生活 建立他們的社區 那 這個 混和自然體 在裡面 做什麼事情 其實 是超出你的想像的 他們會自主學習 因為他們彼此之間 專長不一樣 所以 我 我只要負責給他們問題 那麼他們協作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就會變得越來越強 這種 這個是我第二個要做的 就是 怎麼樣建立我的 這個 這個 有人叫做 Didual Trim 就是說 數位 軟生的 環境 去測 但是我把它 延伸到 其實是 一個 軟生的一個虛擬世界 那這個虛擬世界 裡面 解決我們政治世界的問題 然後有機會 能夠 服務我們政治世界 這個是我第二個 這個 未來的規劃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 我覺得這個 這個題目是非常 非常有趣的 這個也是 是一個 我 我花最多時間 在這上面的 的一個 一個研究 那我也是 跟各位一樣 也是接觸 沒有接觸很久 就是 我大概是 GPT 3.5 出來的那一天 開始 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 所以大概 時間過了很快 大概 快兩年了 快兩年 所以 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要學的 為什麼 因為 現在可能沒有 每隔兩三天 就會有一個突破 那 像這個 LAMA 3.1 我也是第一時間 就開始玩 就第一時間 開始去評測它 開始去了解它的能力 所以 後面 到底 還有沒有 更厲害 更突破的 這個是值得期待 所以 我覺得 就是大家可以 可以秉持這樣的一個 心態 就是繼續往前 了解 來 那 接下來問的問題 其實剛才 老師已經比較 從他的角度 回答了 我想問 大家其實來 申請這個專案 它並不是對你的全職 因為你其實是想辦法 在你的研究過程 或研究志趣 或者說上班 跟職場上 去播一些心理 那你會怎麼看 看起來你 怎麼去播出 投入這個project的時間 這有一點點個人 因為 我們其實GNV 我們先回路一個背景 GNV其實蠻多的專案 都是社群志願者的投入 那特別是這個專案 當然也是 可能有部分是有在公司的資源 來投入申請 或者說在自己的研究室 這個學長的介紹 或者說是自己的 可能上班的環境下 跟一些外部機會合作 你怎麼去抓出自己 貢獻在這個專案的時間 或怎麼去規劃這個部分 那你會期待這個project 舉例來說 報導者參與這個申請 它的成果是歸於報導者 還是說它也會open出來 或更把它變成一種 跟community合作的專案 有沒有什麼長期來看的方向 這也是開放性的問題 那我們還是從報紙這邊先開始 我們的法律顧問在那邊 法律顧問 沒有啊 就是 其實媒體要碰AI這個領域 會有蠻多的限制 然後有很大一部分限制 其實是源自於AI 它就是會胡說八道 然後但是我們不允許 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在應用上 就會有非常大限制 但我們還是會希望說 就是 因為現在百工百業 都在嘗試這個新的技術 所以我們也會希望 就是 可以嘗試有一些 安全範圍以內的應用 然後這個應用其實是可以造福 不只是媒體 可能是整個 比如說整個媒體的生態圈 甚至是非營利組織 比如說像這個產品 其實有還蠻大的一部分 是我們希望可以去支持 那些 比如說耳少的NGO 或者是特定的 特定的監督的團體 比如說環保組織 他們可能還是會想要 從這些公共議題出發 去觀察說國會是如何 討論這件事情的 那我覺得 立委儀表板這個產品 它就會變成是這些NGO 這些利益團體 甚至是國會記者 不只是報導者的 國會記者的一個後盾 對 所以對我們來說 很明確就是我們希望 這個產品不只是我們家記者可以用 它是一個很open的東西 然後我們的資料 它也可以造福那些可能在做 現在正在做國會研究的人 就是包含說 就是中研院 或者是跟政治相關的學者 就我們希望說這個東西 它不只是 它在可能不同的面向上 都可以有一些貢獻 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也延續 好像聽起來是一個 藉由這個專案扮演一個生態圈裡面的 一個角色 對 因為你有看到其他角色 例如NGO有這個需求 或甚至其他的媒體同意也有這個需求 那報導者希望先結合技術單位 發動一些開源可以用的 不管是服務產品或者是技術 或者是走過一個卡關的部分 然後把它突破 這個經驗把它open出來 那帶動一些想像這樣 對 聽起來是這樣 好 如果待會幾組也有這種 宏大的願景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們不一定要明天就做到 但是我們可以share一下這個願景 好 其實我們 我先講我們運用時間 因為我們就是 我跟Ryu我們就是固定 禮拜二晚上開會 然後我們就是 還有搬過 兩次的實體工作坊 培訓老師 然後我們線上開會也很多次 還有跟其他 因為全台灣老師 分散各地我們在說明 然後就是幾乎都是雲端協作這樣子 那我們也期望說 其實我們後來有發現說 可能公部門在收資料 的確 收這些最基礎可以訓練的資料 可能都有一些困難 或法規的限制 對 像 因為我知道漢林是有跟 就是 出版商 出版商他有跟Google有合作 可是以教育部來講的話 好像很多資料 他不能自己 直接拿出來運用 所以可能反過來要從民間去 或是我們 類似現場老師去做去收集 然後我們當然長期的目標 還是希望說 可以真的幫助台灣的老師 或是政府部門提供一些AI 在教育中具體落地一些場景 然後培訓一些老師社群 因為目前AI看起來可能 在中小階段 可能不是萬靈單 就是放進去AI 學生成績就自然會變好 老師自然會變得更會教 可能需要一些基本的訓練 或是要一些嘗試 知道他擅長什麼 不擅長什麼 什麼地方可以用 什麼地方不可以用 然後我們也是希望可以透過這種社群方式 就是先慢慢招募有些 對這個議題感興趣的老師 然後慢慢一起在教育中落實 看看到底要改什麼 改什麼可以做這樣子 就是我們也可能是效仿 像不知道老師這樣 就是提供一個基石 社群化的 對 往社群化的方向做 有新的老師可能就有新的需求 又有新的方向 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請法律 法律有什麼社群可以經營 我自己沒有那個夢想 我是因為我們本身就是研究生 研究生 研究生 所以基本上就是順便做 那也會跟我們自己的研究方向有關 那如果自己不push 那就多讀幾年 對 就是這樣 所以就有一個被動的動力在 所以就會做這些東西 我這個案 這個計畫是那個台語的文獻 對 那其實 就是因為相對比較小眾 真正的需求都來自學術界 然後是語言學的 對 那我們這個團隊的 有一個核心的是語言學背景的 所以他對整理這些是很有興趣的 就是不同的語言 但他有一個共同的model 從語言學的理論角度 不是從那個統計的大數據角度 他們語言學本來就有一套研究方法去 把那個語言的樣本做蒐集整理 然後去印證它的模型 這樣子 所以 一開始是語言學的這些需求會存在 但是 台語的語料沒有這些資料支援他們的話 他們也沒有辦法做這些事情 那它不是一個非常急迫 但是它就是一個持續存在的需求 然後一個比較小眾的需求 然後剛好我們團隊裡面有這樣的專業的朋友在 所以就 的夥伴 所以就 我們就長期其實就有蒐集 然後蒐集到資料就會做一些這個整理 所以 有這個一個一個這個小的背景 那 如果說未來的話呢 當然 整理的越完整的話 或整理的東西越多 對它本身的語言學這方面的研究 本來就會更有注意 但是又回過頭來就是 參加了這一次之後突然發現 欸 它的這個 國語台語的翻譯啊 或是對照或什麼 這些在大語言模型或是generator的這個演算法上 或許還真的還有一些其他的幫助 還有突破的機會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就是 又開啟我們一些觸角 聽起來可能就是 長期的語言學研究 已經有界定一些代辦工作 放在那邊 那 也當然這次大語言模型也好 或者正好有一個贊助計畫 作為一個實踐跟探索 然後發現到或許還有一些串聯的機會 對對對 這個是真正收穫啊 這是其中一個很大的 因為像剛才有幾位有提到那個贊助方那邊 贊助方其實他自己在矽谷的經驗很豐富啦 所以他可能 不管是從市場端或技術端 他都可以直接給你是比較 他看到國際上的趨向 那這樣的話 那台灣在我們資訓有限 人力有限的情況下 做什麼是最 這個以小博大的這樣的想法 有時候蠻多的討論 在線上我都聽到 大家都有這樣的討論這樣子 OK好 我們換下一個研究生 你看有六組有兩個研究生 所以其實研究生產能也蠻高的 我根本大學還沒有畢業 你大學還沒有畢業 所以你是大學生 那更好 那更好 就是 就我們三個科網頁其實都還是大學生 然後剛好在同一個實驗室這樣 然後只是大家都剛好點到科網頁的技能 然後又對那個大型語言模型有興趣 所以又跟學長討論之後又決定做這個 就直接當我們的學識專題 學識專題 對 然後 基本上我們討論的時間就 大部分都是 每個禮拜三中午 實驗室 meeting結束之後 可能會小小討論一下 然後 其他就 大概傳訊息講一下這樣 基本上就是 我們也會跟那個學長跟教授討論一下我們 我們那個 網頁的一些 可以改進的地方 像是 就基本上 後來 我們是很後來才想到那個 要去鼓勵使用者使用平台這個部分 因為一開始就是 大家都沒有往那個方向想 就功能有了就好 學長好像也沒有從那個地方想 是後來 對 大家越來越討論 之後才 有這種想法出現 對 其實也沒有很遠大的目標 我們就好好把專題完成 然後希望這個平台推廣出去之後 可以收集到更多的資料 來幫助大家去更好的微調這些大型語言模型 真的嗎 真的嗎 林宇峻老師是說 這邊收集了很多很棘手 對大型語言模型來說很棘手的台灣問題 那些好像也就是可以拿到競技場去 我們來問問看 因為他們這邊已經有一千題 這個基本上是從老師的學識經驗 教學經驗 歸納出來的 這樣子 剛才提到的這部分 這部分可以跟學長討論一下 好 好啊 那再請老師分享一下 這個 就剛才所說的啦 就是 參加這個案子 其實 當然就是 對我來說是全新投入 但是我還有其他的研究在做 所以就是 也算part time 就是說 做這個案子的 當初提這個計畫 大概就是 初心是 只是要把我的研究生訓練好 是 那 要訓練他 如果我直接教他 其實 就有一些教育的題目那個 就是 你的學習成效 其實學習成效不好 直接教他學習成效不好 直接把問題丟給他 直接把他丟到水裡面 丟到海裡面 他 對 要嘛就扶起來 要嘛就下去 這個 還是會看著他啦 不會沉下去啦 就是 我 算是夢想吧 還是我理想的那個世界 就是我 建立一個研究團隊 非常強大的研究團隊 可以幫我做任何事情 但是現實就是看到 就是 能不能用是一個問題 所以 當初的初心是這樣 我是希望透過這個機會 訓練他們 反正給他們錢嘛 我就可以拿皮鞭啊 拿什麼 去鞭啊 就是 他的初心是這樣子啦 就是可以幫我訓練好這個 就是有一個資心 可以幫我訓練好這個研究生 然後 然後 我有一個研究團隊 可以幫我做事 對我來講 就是研究最重要 你手邊有人的話 我可以做多少事情 那是不一樣 然後我可以外面再去拿更多的案子 然後做更多的事情 大概 就是這樣的一個 永續的一個 一個出行的人 人才培育 對… 更有專題導向的訓練 那 伊燦貝有沒有什麼想問看 或者… 好 我非常謝謝大家 這個 尤其謝謝我們的運方 往上 上 對…上 尤其謝謝運方他今天沒有來 但是他的這個 金錢資助 是我們可以開始這一切的根本 是… 那當然也非常謝謝執行的團隊 然後 我其實 一直不知道 台灣在這個大型語言模型的 這個發展的過程中 或是這一波的AI 生成式AI的過程中 我們到底會站在什麼樣的位置 才有機會賺到錢 除了硬體之外 那… 但我後來跟一些朋友討論 越來越清楚是有一些 我們其實是在某些大廠之間 不會做的那些縫隙 然後是基於我們自己獨特的經驗 那… 去把它做到一個極致的話 是有可能比世界盃的 那… 我覺得 當然這個… 就是… 這幾個團隊在過程中 一定有學到一些方法 那我覺得那些方法 可能是 除了留下這些資料以外 更重要的事情 那… 譬如說你們怎麼去做這些資料集的整理 那… 這些可能是一些 我覺得我們可以再記錄下來的 那… 這些東西也許就是… 這個… 某些新創的雛形 那… 所以… 也想聽聽看大家 有沒有學到… 覺得有學到什麼樣特別的方法 然後或者是… 就是… 有沒有什麼… 覺得… 特別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個點 在… 你執行… 這個計畫的… 比較是技術跟執行層面上的事 好… 最後… 在大家回答這個最後一題之後 之前… 也補充一下 其實我今天上午聽到下午 我覺得… 有些拼裝的思維是有在裡面 但是快速的組裝 你知道你的目的…目標 你的心智很遠到 但你有一些方向 那個… 組合的能力 其實GNV… 為什麼GNV來做 大家不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 我們有在做AI嗎 沒有… 但我們看到一些要組裝的… 因為GNV的專案裡面 已經開始在用LM了 所以我們有看到… 它其實是可以帶給很多… 不管在公共層面的意義 那商業價值當然不用說 所以我們發現到這樣的… 契機 那再加上… 我想很多的… 剛才提到矽谷彎曲的一些經驗 一直都有在Input到台灣 甚至其他國家的經驗 我們看到了 所以我們也主動去湊成這樣的一個… 場域 那這個場域 大家當然可以自由地去合作 有的是做Benchmark 有的是做資料 有的是做台語 其實我們的提案團隊 在收建的時候 還收集到原住民族語言的團隊 那當然有一些考量 或許沒有辦法入選 不過那些團隊都… 其實是可以連結得到 所以最後Elisabeth也… 我覺得真的是要走過一輪 才知道技術的課題點 或是你的心得 那最後一個小題目 就是留給大家 有沒有什麼… 不管是社會協調面的技術 還是說真的技術 在程式語言或模型語言上的技術 你可以分享給聽眾跟線上的朋友 我們就倒過來好了 要不要先請… 老師先分享一下 這個技術的… 我最會講技術了 只是說… 先給你講 只是說… 我想是現在大家數的這個時代不太一樣了 現在… 有一種說法啦 就是軟體1.0、軟體2.0、3.0 軟體1.0就是… 你就學Python、你就教Python 然後學會了軟體1.0就過了 那現在軟體2.0 就在這個… 一年半前到兩年前 就是切尾GPT出來之後 你要跟它共生 就是你要用它 你要把它當Tour 在你的工作上 所以從那個時刻起 大概兩年前 就是GPT3.5出來之後呢 我就每天在用了 而且因為我有重度使用者 那個是軟體2.0 軟體3.0就是… 你除了自己在用以外呢 你還有代理 就是說你怎麼樣呢 把這麼多… 就是Engine的觀念 多代理人的觀念 就是把這麼多的代理人呢 串接起來 就所謂的工作流 這個做什麼 那個代理做什麼 你必須要能夠有這個能力把它整合起來 這個是軟體3.0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入軟體3.0了 所以在紀錄上面就是這樣子 就是現況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還停留在軟體1.0的 你要知道有軟體3.0這件事情 這個是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問題 就是… 就這樣 OK OK 好 感謝 來 請進技場 然後我要分享一下協網頁的部分 就是… 其實現在這個鈴帶 應該已經沒有人真的從頭一行一行開始打 就現在 基本上大家都習慣先從那個 比如說你先對你的GPTT 隨便問一個簡單一點點的問題 然後再一點一點把它評湊起來 其實會很大幅度的加速你開發的速度 然後雖然GPTT基本上 它通常不會一次就給你正確的答案 但如果你是慢慢的去調整 然後得到你自己的想要的結果 這樣的速度還是比你從頭一行一行key來的快 而且很多新的技術其實 老實講我也不知道到網路上要搜尋什麼 才可以找到這個 連keyword都不想 對 有時候很很神奇的是GPTT 你可以在不知道這些keyword的情況下 你可以 你就只要告訴它你想要達到什麼程度 結果 然後你就可以更快的達到這個結果 我自己是傳統就用ChargeGPTT 但我的隊友有用COPI的 有在用COPI的 對 那我可以問一下 你那個就是工作中的這些 讓你通過的問題嗎 基本上不會刻意把它刪掉 對 對 大概這樣 好 謝謝 我分享一個很小的一個 就是passing text的經驗 就是我們用那個詞點啊 去做第一次的切詞的時候 嗯 我們後來做 做了比較多之後 就發現 那個 先把詞點的名詞動詞分開 先切主要名詞 然後再去切動詞 然後呢 再去做檢查 它的效果會相對好 就是速度會比較快 這是一個很小的經驗就是 那這個呢 就我的那個夥伴說 它印證一個語言學的passing的一個流程 就是它的那個entity會先 然後它是用動詞來串所有的結構 所以動詞是主角 但是entity因為它的奇異性很高 你會用很多不一樣的那個character去 去生成那個entity 所以呢entity 處理完之後就再抓動詞 就有一些過程是 就是跟那個語言學的那個經驗 有一些 有一些結 也就吻合啦 但那是做了之後 我們才發現有這個小小的這個 這個過程 在處理這些 欸 比較 那個character比較複雜 或比較雜亂的那個 語言的時候 或許它是一個小的經驗吧 我自己的經驗是 就是 就做一個系統開發的話 會比較變成就是 你要有彈性 然後要有可用性 而且你要可以滿足你的user 那這件事其實是 持續漸進的 你要先feasible 就是你要先 可以跑起來 可以跑起來就是一個起點 然後你要可以fulfill你的user 然後再來才是flexible 就是可以應用到不同的user 有一個固定的架構 然後有一個slp 你只要替換掉某一個部件 你就可以換成 面向到別的user 或別的應用 對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是我的經驗 OK 這種話 其實我想說的是 因為我們在做的時候 運方姐就跟我們一個建議說 好像 我記得好像說 大語言模型不是護成盒 資料才是 所以我那時候想的是說 我們再重新 回到我們想的 我們可能是說 我們在做這些資料收集之後 我們可能都要先定義 什麼叫做好 我們預期中好的東西 應該是什麼樣子 比如說 以教育來講 我們可能是好的 什麼是好的對話模型 什麼是好的課本 什麼是好的資料 我們先把好的標準定義出來 大家談好之後 甚至可以透過AI去生成 我好像前一天有看到一個論文是說 拉麻山可能生成的水準 會比人類 他從網路上爬下來的水準還要好 所以我們可能定義好的標準之後 可以透過更新的大語言模型去生成 可以被訓練的資料這樣 所以我在想說 以後可能大家要做之前 都要先定義什麼叫做好的標準 先定義標準 才去做後面的事情這樣子 謝謝 我覺得我的話可能 分享的會比較不那麼技術一點 就算是我個人的take away 就是因為雖然說在座可能大部分都會一些 就是會寫call 會就是會一些語言模型的相關技術 然後但是這個專案確實是 帶我從就是帶我從就是一個小白 然後開始認識AI到使用AI 就是不管是那個時候用GPT去做摘要分類 甚至是後面去建置一個網站 就我也是用Cloud 然後就像前面剛剛的那個講者講 就是我完全沒有寫call 然後但我就建了一個有Java Scream 然後有一個很完整互動功能的網站 然後我覺得就是最大的 就是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獲就是說 就我以前會覺得應該是 我先想好我要使用什麼技術 然後再也再去想說 那我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但我後來發現 其實在現在這個年代其實是 我可以先想好我的目標 我想要達成目標是什麼 或是我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再跟AI 或者是跟就是在跟AI對答的過程中 去找到一個非常實際的 problem solving的路徑 然後對我來說就是 身邊也有非常多的大神 就是在座各位可能都是大神 然後再跟就是很多的專家去做討論 去逐步的修改自己的解決方法 然後我覺得是就是對我來說是很實際的就是 進入就是從文組進入到離組的一個非常實際的路徑這樣 所以就也提供給如果線上有文組人 然後覺得AI很難或是寫口很難 就是可以嘗試的一個方法這樣子 好 那時間也差不多 那我們就先掌聲感謝六組團隊的 這個最後一部分就是 我覺得是比較分享 不只是專案的內容 是說在這個風潮下 在自己的崗位上 或在工作上 怎麼轉化這些想法 其實都不太一樣的想法 那也希望線上的朋友 線下的朋友 大家應該也有一點 部分有共鳴 有部分也可以聽到一個新的路徑 那今天的活動 整天的活動就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 怎麼樣 合照 那我們活動先到這邊 Ending 好不好 那我們再次掌聲感謝 我們請講者團隊們 六組團隊們 我們到台上來拍個合照 那線上的朋友們 可能就會關麥克風結束囉 謝謝你們參加